報告委員會出席委員11人已足法定人數 措施並在採訪區進行採訪 那謝謝大家的配合 好 接下來請醫事人宣讀上次會議的醫事錄 宣讀立法院第十屆第一會期 外交及國防委員會第四次全體委員會議醫事錄 時間中華民國109年3月11日星期三上午94分至12時2分 地點紅樓301會議室出席委員羅志正等12人 裂席委員邱成遠等18人 裂席人員喬委員會委員長吳欣欣及所屬人員 主席呂召集委員玉琳 報告事項 一 宣讀上次會議醫事錄決定 確定 二 邀請喬委員會委員長吳欣欣報告業務概況並被質詢 喬委員會委員長吳欣欣報告 委員羅志正等15人質詢 均由喬委員會等相關官員及其答覆 決定 一 登記質詢在場委員均已發言完畢報告及尋答結束 二 委員所提口頭及書面質詢未及答覆或要求提供之資訊 請喬委員會於二週內以書面答覆本會各委員並覆制本會 委員令指定期限者從其鎖定 三 委員魯明哲所提書面質詢列入記錄刊登公報 臨時提案一案 決議修正通過 以上宣讀 好 請問在場委員對於上一次會議的議事錄有沒有任何疏漏錯誤 有沒有什麼不同的意見 如果沒有意見的話 那我宣布議事錄確定 好 請議事聯員宣讀報告四項 宣讀本日議事日程報告四項 邀請國軍退出一官兵輔導委員會主任委員 馮世寬報告業務概況並被質詢 以上宣讀 好 那我現在介紹我們今天出席的委員及官員 那委員有何志偉何委員 那剛才我們看到趙天林趙委員 好 接下來我來介紹我們今天出席的 國軍退出官兵輔導委員會的官員 第一位是我們的主任委員馮世寬 馮主任委員 第二位是副主委周浩宇 周副主委 主任秘書楊架仁 綜合國家處處長吳智洋 服務照顧處處長曲洋志 救養養護處處長立剛 就學就業處處長秦文台 就醫保健處代理處長葛光忠 事業管理處處長張曉禎 退出幾副處處長謝祈偉 行政管理處處長簡士豐 人事處處長林正一 政風處副處長林怒本 份益 法規會檢嚇習長承初 會計處處長陽順成 統計資訊處副處長鄧文灌 法規會檢認視察 陳真嵐 台中農民總醫院院長 張德明 台北農民總醫院長 不好意思 台中農民總醫院院長 許霍恒 高雄農民總醫院院長 林耀祥 農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兼董事長張曉珍 農民農卷基金會秘書長 尤智皇 OK 好 以上全部齁 來 那本日呢 邀請國軍退出於官兵輔導委員會 主委 馮主委 馮四寬 馮主委 業務報告 並被質詢 請馮主任委員上台報告 主席 各位先進 大家早安 大家好 首先向各位委員表達 執誠的祝賀 期盤在未來的會期 我們能夠給我們持續的支持與策略 個人自8月16日上任以來 全心全力的安置 推出一官兵的就學就業 做好榮民就醫 救養的各項照護的工作 我們僅就現在工作的重點 則要報告如後 第一個 就學就養 為了提升我們推出一官兵職場的競爭能力 我們結合政府民間的職能訓練資源 強化職業的技能 協助退後順利就業 強化我們就學的輔導 在108年 就學輔導有8338人次 我們中間有給予就學的補助 獎勵 大戰院校進修的補助 還有就業考試進修的補助 一共8000多人 整合服務的資源 積極推介就業 我們結合勞動部等政府及民間的資源 來辦理人求事 事求人 頒到真材等活動 去年就業活動 既有12500多人次參加 辦理的廠次是103廠 廠家有3616家 推動穩定的方案 提供訓後就業穩定的津貼 以及推介就業穩定的津貼等 即合發了4699人 其中有推介就業的穩定津貼 4152人為最多 就醫保健 整合醫療與長照 結合全人健康的照護 協助農民 農眷 及民眾在地的安老 我們108年的成效如下 第一個 根據推動長照專案小組的任務 建立13項作業的標準 培訓了長照人員18000餘人次 各界容院出現的病人轉介 到介紹的中心有3355人 提供整合式的居家醫療等服務 即收案有9900多人 設置503個社區預防延緩 私人及私自的證照服務 據點 我們在榮總分院附設15家護理之家 均通過瓶建 開設3158床 平均佔長距為83% 我們臺北榮總 高雄 台中等榮總 灣橋分院及埔里分院等4所 榮院建設輔具的中心 各界榮院提供輔具 租借 借用 還有維修等服務 共有29萬餘次 其實我們推動榮民金字塔三級醫療的照護 增進我們榮家醫療照護的能力 減少住院醫療後送 協助榮家購置超音波 建立遠距醫學及會診服務 提供22位榮民榮家的醫生 超音波的操作與判讀 都有我們總院的副院長 親自主持訓練跟考試 我們在各級的榮院及病人 落級醫療的轉診制度 區域醫院以上的榮院 達成保健署門診每年減量2%的標準 我們成效如表 請各位參與 建構安全友善就醫的環境 為提供優質就醫的環境 高雄榮總屏東分院護理之家 及台中榮總埔里分院長照大樓 在108年落成啟用 高雄榮總健康照護大樓 及屏東大五分院在去年開工 預計在110年能夠完工 所有的我們重要的營善工程 請各位參考 積極參與推動國際的醫療 我們三所榮總 從107年開始 執行衛福部的新南向 醫衛合作與產業發展 在越南的部分 自尼泊爾 印尼 到柬埔塞 共進行了七次的疫診 五次的常駐計劃 107年及108年的成果 如下 中間我們看到了 跨越了有澳洲 一直到東南亞地區 創新科學的研究 教學的研究 強化臨床的運作 台北榮總 病人安全的基石 台中榮總 心臟衰竭 而凸圈 及高雄榮總 心肌 耿塞 照顧等 創新照護模式 融合了國際的精獎 就養 養庫方面 精進榮家 軟硬體服務 與設施 充實長照服務的能量 營造高齡友善的 這一樣環境 我們在板橋 彰化 高雄 及花蓮等四所榮家 設立社區式的日照中心 根據結合地方政府的需求 規劃在桃園榮家 設置日照中心 服務社區的長輩 我們在15所榮家所取得的 這個衛福部 高齡友善健康照護機構的 2.0認證中 其中雲林榮家 榮護了友善服務獎 台南榮家獲得了獲典範獎 鋼山榮家獲得了友善環境獎 我們根據辦理榮民 板橋榮家的認證 共長者 優質的餘養環境 若是金字塔三級的醫療照護服務 建立遠距醫療及會診作業的模式 農家專業的醫療減少住民後送醫院 提升照護的品質 資源共享及協助社會的這個照顧弱勢團體方面 我們十六所榮家 設置了床位有八千 八千五百二十一床 其中安養有四千九百九十五床 養護的有 兩千九百五十一床 四次的有五百七十五床 我們住的榮民只有六千九百二十四人 佔藏率百分之八十一點二五 其餘的我們有開放給民眾來使用 我們開放榮家的設施 門診及附件的資源 共住地的居民來運用 並且推動社區的照顧關懷據點 既有服務十一萬八千人次 我們這個服務的這個統計表 如副表請各位參與 在服務照顧方面 以十九所榮民服務處 為地區資源的整合平台 積極連結地方政府 民間的社福機構 及國防部後備指揮部 警銷等單位 構建綿密的網路 周全我們服務的照顧 我們的成效是 瞭解我們當地的 以及農民的生活的需求 提供服務與救助 還有遠距 居家照顧的系統 防止意外的發生 關懷仿視與志工服務 約兩百一十五萬人次 這個統計表 如副表請各位參與 我們辦理極難救助 與慰問 遺孤任養 及子女救學補助 也有十二萬六千余人次 我舉例子來說 遺孤的任養 在補助人數方面 有六千五百九十七人 有一千八百二十五萬元 提供推出一官兵 多元福利 及救助服務 即有四萬九千余人次 改善他們的生活 其中有低收入戶 有一百六十四人次 遠距的照護 有一千四百一十一人次 余請參與 我們在運用社團的組織 完善整體服務的網路方面 我們共有 統計的成果是 聯繫拜會 退伍軍人的社團 五千五百余人次 退伍軍人社團 辦理公立的活動 以及邀請參加 肯談及就業的磨合 共有四千兩百多人次 我們對於單身亡顧的榮民 妥善處理 亡顧貪生農民的善後服務 我們本莊嚴隆重 符合民間理屬各機構 進行專案的報告 並且以精進公司營運的效能 我們參照 上市上位公司誠信的營手規則 訂定誠信經營守則 並與董事會通過後實施 我們在行銷農場旅遊方面 配合環保政策 福壽三級清淨農場 在去年獲得了營級環保旅館的認證 我們規劃開發多元的農產 旅遊及生態的活動 我們去年旅遊達到240萬人次 較前年成長了2.6% 推動政府有機農業的政策 我們研修這個營作規定 為營的土地有機的栽培面積 達到了388餘公頃 有助於維持土地的生產力 在退出給付方面 落實給付的給予發放 及嚴密資料的審核作業 如期如期的完成 興奉及各項退出役給予的發放 108年的成效 如副表 請各位參閱 我們周延並且簡化這個申辦程序 設計自動化的輸出的功能 我們在網上查詢作業 一共服務了1萬多人次 比如說在鳳京發放資料的查詢方面 就有5000多人次來查詢 請過夜 近期的我們的工作的重點 落實防疫的作為 研發這個疫情的這個蔓延 這裡面我們一共有幾項要報告 但是我要講 我們所有的農民體系完全遵照 我們防疫指揮中心的這個指揮跟管制 我們遵守所有每次開會的這個結論 分發給我們15個農院來執行 那麼整合在醫療的長照 跟優化的建造方面呢 我們增設住宅 這個住宅式的長照機構 然後呢提升長照整體服務的能量 我們強化了這個金字塔式的這個三級醫療 使我們能夠精準的照顧到有預防失能的人員 另外今年分發公費的醫師有35人 補助科金營的醫師有63人 管制榮總總生 升任43級的醫師 是分院級榮家服務 來充實我們分院級榮家的醫師人力 辦理榮家醫師 超音波操作及叛讀的高階訓練 提升了我們確診率及照顧的品質 在提升照顧的品質方面 我們還有這個這一次我們 行政院考量到物價的波動 及政府整體財政資源的運用 在今年的1月1號起 調增及給養的這個給付 每月由14,150元 在102年所訂定的調增到了 今年14,558元 調幅約3% 調幅的幅度雖然只有400多元 但是呢對於榮家榮民來講 覺得非常的獲得了這個政府的照顧 那麼增進在私自的床位方面 我們板橋等七所榮家有設置的床位 一共有575床 與三所榮總合作 建立整合式的私自照護 研究專區及服務 我們另外長照的望國園區 從109年到112年 我們的忠誠計劃 規劃在板橋 巴德 彰化 雲林 高雄 馬南等 六所榮家要整建 新的502床 另外預計在112年 台南榮家完成 這個建置私自的床有50床 一共可以達到1127床 來照護私自長者的需求 連接社會這個福利的資源 來周全我們服務的照顧 我們配合政府長照2.0 結合社會福利措施及安全網路 構建區域的合作機制 提供預防輔導支持性的服務 加強各退伍軍人社團的聯繫 並且鼓勵社團人員 加入榮心的志工 成為照顧服務體系的一環 另外 加強亡故榮民殯葬事業的 旅約管理 維護成績人法定的權益 及國庫的利益 結合產業的政策 我們在109年 精進飛機修護大數據人才 及系統設計方面 提供多元的資訊 等培訓產業的人員 這些課程做到集訓集用 與企業用人的接軌 落實私信的發展 辦理職業的探索 我們邀請 借退前六個月的官兵 舉行職業探索研席 提供產業趨勢 職業詢問 職場介紹等課程 了解自我發展的潛能 做到了我們最佳就業 給他們的選擇 然後我們再有許多輔助的設施 能夠幫助他們在職場 繼續努力 強化事業的經營 行銷農場的觀光等作為 我們加強事業的仿勢 我們落實與公共參與的人員 並且我們還有鼓勵與當地的僑胞 退伍軍人的活動 我們也積極參與美國國殤日 退伍軍人節 加拿大勇士節等 退伍軍人的遊行等活動 以增進這個國際能見度 今年全世界的退伍軍人這個大會 如果不受這個議期的影響 他們願意在我們台灣來主辦 輔導會將扮演重要的角色 結語 退出役的官兵輔導工作 與國家安全社會安定 及兵役制度的推動息息相關 我們要協助國軍的官兵 於卸下容裝以後 順利轉載 達成我們社會中間 及國家的基石 是我們不容懈怠的職責 希望各位委員先進不令指教 本會將會依照指導 持續自我的鞭策 進進各項輔導的作為 以彰顯國家退出役官兵 及其眷屬的關懷與照顧 最後敬祝各位委員 先進健康奴役 報告完畢 我在這裡給主席有一點報告 希望我們三個總院的院長 在我報告以後 假如沒有重要的事情 讓他們先離開 我是不是可以有這樣的請求 好 那個主委 因為有委員要尋答 所以可能會有點困難 麻煩商業院長先留著 因為我不曉得 有沒有委員 有要詢問商業院長相關的思想 好不好 主委謝謝 好 好那接下來我們尋答開始 那本會的委員6加2分鐘 非本會的委員4加2分鐘 10點30分 發言登記截止 那我們第一位尋答的委員 是林昌佐林委員 主席我們請馮主委 好請馮主委就備訓台 委員長 主委早安 其實我們有看到農家也針對防疫 推出一些措施 那第一個當然是包括說像是這個 包括量體溫啦 提供酒精消毒這些基本的 然後包括詢問旅遊史等等 那如果說體溫升高啦 或是說有旅遊從疫區來的 我們也有一個這個獨立隔離室 所以我想首先我想問一下這個隔離室 目前的使用狀況怎麼樣 我想給委員報告 這個隔離室裡面我們分成兩種 一種是您問的是我們在榮家的 但是我想他們還分兩種 因為我們這邊有所謂的 有陸配的 他們在1月份左右 一共出去了1,010個人 他們回來了400多位 但是我們都把它分成 假如我們檢疫是好的 沒有在醫院工作的 我們讓他在這個家裡面 這個自我管理 假如到醫院來有發現有隔離的 需要隔離的 我們可以運用 但是目前為止我們隔離的運房 對於陸配這一方面 我們最擔心的這個部分 並沒有使用到 但是這裡面的設施這些都經過 我們榮總以及分院 來給我們指導過 有這樣的能量 好所以也就是說現在還沒有太 沒有遇到這個不夠的問題 使用狀況也還好 其實使用的量 也還沒有說這個發生什麼問題 那口罩的數量 因為我看到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們關於養護照顧者等等 這些每天都會配發一片口罩 所以口罩應該也還夠 想給委員報告 當初我們每個榮家 他們所擁有的口罩的數目 是不一的 但是我們防治到這個事情會不足 我特別請我們的立處長 到全省的榮家 都去把這個已經調整過 假如不夠的 我也非常謝謝我們分院 及總院院長他們的支持 現在我們預存量 27天到30天 一直保持這樣子 另外還有 我們衛福部 也在開會中間 也輔助我們 希望我們能夠 至少能夠維持到30天 特別謝謝 是 所以我想應該 在榮家的部分的話 不管隔離室或口罩這些 現在應該都還算是 妥善的運用 而且沒有遇到什麼困難 目前還沒有 是好 那關於榮總的部分的話 當然我想稍微了解一下 就是說我們有看到其實 北榮中榮高榮大概都有 針對疫情的部分 大概有做一些調整 包括說探病的次數啦 然後包括這個來探病的這一些 過去旅遊的追蹤等等 然後分流 包括說這個進去的這個入口 出入口等等的這些規定 但是我有注意到的是 中榮市到16號才開始做這個 做這個相關的調整 那北榮跟高榮市其實比較三月九號就開始 所以這部分是不是可以稍微知道一下 做這樣判斷 就是說 這個分院在不同的這個措施上面的時間的判 這一點 時間點為什麼不會一致 我等專業人員答覆您之前 我想先報告一下 當這個疫情發生的時候 我們就有專業的人員告訴我 他這個事情可能比SARS還嚴重 所以去年12月26號 我們在新聞上面看到這個以後 我們已經三個榮總都已經在準備了 也給他們講了我們要比到SARS的情況 因為三個榮總的院長都有SARS這個經過處理的經驗 所以我們很快的把各種隔離的路線通通做好 尤其是台中的榮總值得一講的 這兩個確診的案例是在他們那邊檢查 而且馬上就在那邊做這個負壓的這種病房的這種就診 現在已經有一個已經痊癒出去 還有一個健康狀況良好 那麼我想剛剛您的問題我再請 請中榮的許院長來給您答覆 好 謝謝主委 報告委員台東總總 院長許惠恆 事實上我們台東總總是超前部署 我們3月9號就已經做了規定是兩次探病 但是因為疫情又嚴重 所以我們在上禮拜才改成一次探病 所以事實上不是跟有人說16號才改 事實上我們之前已經做了這個改變 因為會有這個問題主要就是我們至少在我自己的選區 去榮總看病的人還蠻多的 那他們當然這個在北榮的部分被縮減看病的次數以後 他就會拿其他的來做比較 那我們當然也是跟他回應正面的跟他說現在其實減少探病 這也是整個政府的政策 但是就是說我們幾間榮總的步調如果可以一致的話 也會避免說這些民眾之間互相比較 他們要逼宮那他們為什麼可以多看病幾天 他們為什麼這個是不是有什麼樣的原因等等 所以我才會提出這樣的問題 那我們再回覆我們自己在地的民眾的社會比較好回應 就是說其實榮總他也是做得很嚴格 那一定也不要想說有沒有辦法放輕鬆一點 現在我相信全部的疫情不管在哪裡都沒有人可以這個 帶這個輕鬆啦 所以我們當然面對這個的時候 我們也不會去說就應該要讓他們可以更多探病也不是這樣 我是希望說如果整體之間這個有一些步調不一致的時候 我們也要知道一下理由好去回應這個第一線的民眾 是的我們了解委員那個意思 是然後在最後就是我有看到這個北榮他為了簡化探病的這個申請的流程 其實現在在APP裡面有預約掛號 他有加入預約探病的這個功能 那當然我知道說每一個分院的APP不太一樣 但我覺得這個應該是一個很好的 甚至於不只是榮總 我覺得其他醫院應該都可以來加入使用這個功能 所以就是說中榮跟這個高榮是不是其他的有可能也用跟進的方法 有沒有辦法這個技術分享 對因為我想這個是其實現在應該蠻多 如果還真的有探病需求的人 我們當然是呼籲大家在這個時間點其實探病的這個需求應該降低 但如果說預約掛號又可以預約探病 我覺得這其實應該是還蠻多 這個醫院應該都會有一樣的這個需求 那榮總的部分到這邊 那另外就是我想再跟主委稍微討論一下 就我其實在上個禮拜的時候也有跟那個李文中副主委稍微聊到 就是說關於組織精簡的部分 不過我當然有注意到說主委其實在這個 這個幾個退府會過去的幾個這個所謂的肉席啦 或者說制度的進行17項的一些改革 但我要提醒一下就是說榮眷基金會跟榮總還是 跟這個我們退府會其實還是有一些 工作上面的一些這個疊床架物的部分 當然有一些分別例如說有分成說這個高中以下的是交給哪裡 然後大學的就交給哪裡啦等等的 做這個就學上面的一些輔導啦 弱勢榮民榮眷儀眷的這些就學補助跟急難救助等等 都還是有做一些程度上的差別啦 但這些工作其實性質是很雷同的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我們除了轉投資的這個部分 有十幾項的這個可以來去做一些調整以外 我們自己輔導會內部跟我們的這個基金會 有沒有哪一些工作上面就可以去做調整的 我希望主委可以再去進一步了解 因為他性質是很雷同的 那我其實那個時候也有提醒就是說 其實你同樣的事情在同樣的窗口來做 然後把它整合在一起 不分大學高中國中這些全部整合在一起來做 人員其實也可以整邊啦 那應該朝這個方向來思考 委員我們已經在做了 好謝謝主委 好謝謝林上座林委員 好主委請回 接下來我們請馬文君馬委員 謝謝主席 麻煩請主委 請主委就北巡台 來 馬委員早 主委早 主委去年八月份你剛就任的時候 記得本委員會的很多委員都有詢問 他們問你會是幾分的主委 那時候你的回答是因為你剛上任 還沒有辦法幫自己打分數 不過你期待你可以像當時國防部長 當一個100分的部長一樣 你期許自己 那現在八個月過去了 主委你現在自己打幾分 我都想聽聽看我們底下給我打幾分 因為上次說我是100分的部長 你要不要點名一個幫你打分數 上次我說100分部長 他們說我太驕傲了 但是那個時候我要提高大家國軍官兵的士氣 當然有好的部長才能帶出好的國軍 所以我隨口說出來了是100分 現在我不敢講 為什麼 因為我們好多的事情都在改進 不長沒有關係 不管怎麼樣 我們當然很希望你期許自己是100分 那現在換了一個位子 主委也單身八個月了 今天其實我們看到退府會今天的業務報告 因為我不曉得你要點哪一個 他們可以給你多少分數 可能對他們也太為難了 低於100分跟你自己的期許不一樣 太高嘛他們也跟你一樣驕傲 所以我看到今天的業務報告跟往常一樣 它幾乎一成不變 連包括所有的規格 它唯一不一樣的 就只有年度跟數據 其他通通一樣 所以其實我們退府會難道真的沒有一些 革新的業務或做法可以報告嗎 我想如果沒有找 就幾個問題來請教主委 就前瞻計畫執行的進度來說好了 我想要請教一下我們現在前瞻計畫的進度如何 行政院核定你們執行推動資安基礎建設 總共六千多萬 一百零八年度就合播了兩千五百萬 從公開資訊發現我們目前的進度怎麼樣 我們每個月都有做一個檢討 我想我們把 因為在四月份以前我們就應該有一個結論 現在請把這個報告一下 因為就你們公開的資訊可以看得到的 你們在整個年度只有核銷一百四十四萬 合播了兩千五百萬喔 你們只有核銷一百四十四萬 執行率才只有六趴 這是什麼原因 我跟委員報告一下我們執行率已經達到百分之一百 那為什麼核銷這 最後在金會捷報的流程上是稍微耽誤的 整個招標過程離業過程 百分之百做了什麼 全部已經 百分之百執行了什麼 我們包含了雲端機房跟那個 那個花多少錢 兩千五百五百多萬 你總共一年度才兩千五百多萬 你做了一個雲端你就做兩千五百萬嗎 不是是今年度已經我們離業 因為這是去年給的嘛 對已經離業完成了 你一個年度就合了兩千五百萬 光是雲端 雲端機房還有手屬機構的雲端的防護的建置 全部都做好了嗎 都完成了嗎 在一百零八年度的我們已經完成了 一百零八年度完成已經完成了 這個有沒有跨年度的東西 有跨年度的那你的核算是這樣子嗎 它必須你的雲端軟硬體 一百零八年度其實在你們的資料上面顯示只有二十趴 你已經過了一個年度現在已經三月份了 你的執行率只有二十趴 總執行率兩千五百萬 你們合銷了一百四十四萬才執行了六趴 你現在說你們已經全部百分之百完成 而且光是用了雲端你就做到這樣 把資料今天就給我們好不好 你既然已經完成了 這如果你們堅持這樣子說 那我們未來還有時間可以再來探討 因為我們為什麼會這麼講 在一百零八年度我們看到這些預算的匡列 因為前瞻預算當初大家質疑的 就是你還沒有任何準備 可是你框了一堆的預算 你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 你的機房 你那個做了機房 你的年度已經執行完了嗎 這個都是 執行率根本都還沒有達到 而且你的預算匡列是按月分配的 那你現在說你們百分之百執行完 這個問題你等一下提供資料 我們再來好好的探討 因為我們不希望亂撒錢 如果你有結餘就把他繳回去 每一分錢都是民脂民膏 用不到的就不要勉強用 這個是我們今天要特別提出來的 另外我想要請教的 今天會後麻煩提供資料 主委在本月四日的時候 我們有一些委員質詢 榮民榮券基金會預算編列情形的時候 那時候李副主委曾經有提到 募兵暫行條例 希望可以跟國防部協商延長的事情 目前進度怎麼樣 國防部同意嗎 他們願意延長多久 我是中規出的 簡單回應就好 目前跟國防部協調是延長三年 延長三年同意了嗎 要報到行政院 我想請教一下 募兵暫行條例 104年9月30公布實施 到現在已經四年多了 有關該條例裡面的相關規定 退府會需要負責協商的部分 其實它只有很簡單 第五、第十還有十一條 第五條是水電費的部分 第十是針對一些照顧 我們退伍的跑者 在這個部分 希望涉及營區安全 武器裝備 研製、維修、軍品運輸 以及其他軍事安全相關的勞務採購 主管機關應於採購公告 民定廠商禁用自願意 退出異軍人之最低比例 就像我們在很多的行政單位 不管在保障一些弱勢的一些相關的族群 或者包括一些像我們原住民等等 其實都有一些比例的保障 那這個部分第十條 我們已經經過四年多 我們一點動靜都沒有的原因是什麼 我們不是說要照顧退伍跑者嗎 退伍會最大的存在的價值 不是這樣嗎 那這三條有這麼困難嗎 水電費這個是小確幸啊 我們剛剛講的第十條 我們現在國防自主講得這麼大聲 每年編了這麼高的預算 可是我們的退伍跑者完全用不到 因為你沒有法可以保障他們 四年了為什麼同不了 錢瞻可以過得了 你錢計畫通往還沒有的時候 馬上就過了 你的年改倉促的情況之下也過了 錢瞻也是所有的這些錢 只要用到錢的國安無法 馬上呼嚨就過了 這些都可以這麼爭議性這麼大 都可以馬上過 這個有什麼問題 為什麼到現在四年多 我們退伍會文風不動 什麼原因 報告委員我們不是說文風不動了 譬如說我想下面的委員一定會問到 你上校教育的補助費 這個不是補助費 這是修法的問題主委 我知道 我是舉例子來說 為什麼沒有你告訴我 為什麼四年多來沒有動 因為這個不是有公式嗎 蔡總統也說軍人是他 他是軍人最大的靠山 對不對 今天我們連這個都做不到 你要怎麼保障他們的相關的福利 這個案子在一百零四年通過以後 其實我們就依照 募兵制的條法 希望納修到佛島條例裡面來 但是行政院的各部會給我們講 募兵制才剛剛通過 希望能夠收整相關執行的成效以後 再來納修 你的成效很好嗎 這個部分 你的募兵成效很好嗎 所以說 你每年花了越來越多的預算 今天我要說的是四年多來 你今天所有的爭議 我們今天只有很簡單的三條 你保障軍人的透武跑者的這些工作權 有那麼困難嗎 我們今天有這麼多的 我們相關的武器裝備 研製維修等等 還有包括我們的營區的安全 這些他們在外面去當保全 他們難道我們的營區安全 他們不能做嗎 他們是最熟悉這個環境 他們對這些他們的專業養成 也不輸給外面的人 可是我們沒有任何的一個法 可以保障他們 這個我們什麼時候可以幫他提出來 你在延三年的意義在哪裡 你們本來還提希望可以延六年 原因是什麼 就一直拖下去 什麼時候可以送 報告我們這個案子 在第五條跟第十一條的部分 已經檢討納修到這個輔導條例 但是第十條的部分 在這幾年來並沒有任何實質上執行的案例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在第十條 並沒有抱怨來修正 為什麼不抱 因為沒有實際上執行 為什麼要 你現在這麼 他沒有辦法去做啊 他沒有辦法去做啊 你今天什麼時候可以送 這幾條 報告我們在五條 這幾條什麼時候可以送 如果你送了行政院不同意 那是行政院的問題 退府會的職責就是照顧我們 退伍的軍人跑者 我們的同袍弟兄 今天把福利給他們 他們有這樣的 他如果沒有能力 你連用都不用用 我們只是要求你在這個法上面 去保障一定的比例 這樣有困難嗎 報告委員沒有困難 什麼時候可以送 今年 今年可不可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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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答這樣就好 主委請回答 今年可不可以送 我們全力以赴 主委回答 謝謝 全力以赴 今年可以送 好非常謝謝 可以嗎 可以 謝謝 好謝謝馬文君馬委員 那因為剛才馬委員提到幾個東西 事後再把資料再匯給本會委員 好謝謝 好 接下來請羅智鎮羅委員 謝謝主席 可以馬上請馮主委 好請馮主委 請三位榮總的院長 也請三位榮總的院長到裴巡台 請三位榮總的院長到裴巡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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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偉委員長安 還有主委長 還有三位院長長 還有三位院長長 各位主委 我們今年或上半年的業務 除了例行性的 一般性的業務之外 最重要的工作之一當然就是防疫 是的 那我們最近一直在搶 所謂的防疫的國家隊 我們榮總是我們最重要的 防疫國家隊的一環 沒錯吧 是的 所以你知不知道我們榮總 所有的醫護人員加員工 加起來有多少人 假如我記得清楚的話 是9800多萬 如果加上這些行政人員等等 加在一起 如果沒錯的話 台北榮總有6000多 沒錯吧 將近7000 台湾榮總有將近4000 高雄總有將近3500多 都沒錯吧 所以加起來將近14000多位 我們在第一線最辛苦的 醫護 行政 技術 所有人員沒錯吧 是 那我今天本來 剛才主委本來希望他們先離奇 但是我想覺得這機會非常難得 如果可以的話 我想借用主席 還有所有在場 輔導會還有我們今天所有朋友 給我們這三位院長代表 所有榮總 所有員工接受我們熱烈的掌聲 謝謝你們好不好 謝謝 那我也個人深深意提供 來表達對你們的心意 謝謝 不過除了這種比較象徵性的 這樣的一個掌聲跟鼓勵之外 我關心實質的 對我們照護的這種關心 好吧 院長請回 那個 全民為國家隊加油 那最近很多民眾也在表達說 怎麼樣對醫護人 來表達他們的這個謝意 那我一群這個企業界的朋友 他們買了300套的這個防護衣 準備要捐給我們榮總的系統 那其中有300套 已經跟我聯絡了 他們會捐給台北張院長這邊 那大概這兩天就可以送過去 那我已經跟那個陳副院長已經聯絡了 明天就會送過去 所以中榮跟高雄榮總 我還在想辦法 但是表達就是我們全國民眾 對於我們所有醫護人員在第一線 最辛苦表達我們的實質上的支持 是的 那接下來我就要問了 主委 我們輔導會對於我們自己的至少榮總 醫護人員有什麼樣實質上的獎勵 鼓勵 或這樣的一個做法沒有 我們這個已經跟院裡面相關的單位 已經開過會了 我們的結論我想請 大家請 除了特別條例 塞給醫護人的這些照顧之外 我們榮總有什麼加碼 或者特別可以做出的實質上的做法沒有 三個人都已經由他們的內部獎金去做 根據他的辛勞的程度跟危險的程度去做 那在原來預算裡面 沒有 那他們有在他們的醫療基金裡面 他們自己可以動用 我們隊伍會有編了 因為這個1億6千多萬 除了就是說 1億6千多萬 1億6千多萬 1億6千多萬是我們的醫療基金的總 所以你同一幾年把它播出1億多 來做為未來的實質獎勵 這裡面包括防疫的物資 還有新進的人員還有加班的金 OK 帶來很多了 那個輔導會請具體去研議一下 好不好 這個不用再通過一個什麼決議不決議了 就請輔導會這邊 政政積極用實質的獎勵 或實質的鼓勵好不好 是的 好我看到一個做法了 你們三個農場 都對醫護人員提供了一些鼓勵的措施 包括打折啦 送什麼券啦等等一大堆 但是有點違德不足了 清淨農場是到年底了 可是武寧跟福州山到7月就結束了 7月你覺得還有時間 大家還有時間可以去度假去休息嗎 從4月1號開始 那個主委 你是不知道這個獎勵做法 我知道這個獎勵做法 你到7月1號就結束了 我想我應該會給他們延長 我也找張助長已經來談過這個事情 是吧 對 因為清淨農場到12月31 但其他兩個農場到7月就結束了 我們前兩天 我們還把這個廠長找來 對 定這個的目的 當初是 就是希望能夠鼓勵 對 這個叫做激勵 但是後面假如說時間需要延長 處長已經講了 他說會跟他們協商 除了時間延長 我建議就直接就定了 所以延長好不好 好的 都延到年底好不好 好 因為輕輕做得到 那我不相信武林或胡蘇蘭做不到 但是還有一個問題 因為這幾個農場都很難定 不只是延長 很難定 我建議就是說 醫護人員 如果能夠優先 或保留一定quota給他們 這是他們最直接的鼓勵 我們遵照委員的指示 可以吧 因為經常都定不到 不然是看得到吃不到也沒有用 所以我建議就留一定的名額 或讓他們優先來定 等到下半年之後 好不好 謝謝主委做這樣一個承諾 好不好 好 接下來我們提到醫護人員 可能未來面臨 還有我們業務的一個推展 剛才在業務報告裡面 第八頁提到 就是說我們過去三年 兩年了 推動到新南向國家的醫療合作 今年會不會受影響 109年 來請 報委員 今年本來我們越南的話 北農在二月二十八號 本來有一個定期的會議要舉行 可是因為防疫的關係 之前暫言 可是今年我們計劃都寫好 只要行政院核定 說我們可以出去的時候 隨時都可以再繼續做 那你初步規劃會不會受到疫情的影響 有沒有一個備案 備案就是說 如果說這個疫情持續的話 我們就盡量用這個視訊的 或者是電子的這個 我先問一下 這個案子是持續性的計劃 還是一年一次的計劃 這個有持續性的 可是每年政府都會有新的標案的設計 那我們都會 所以一年標一次 是 所以是我們的農總系統去標他們的案子 是 還是他們偽辦我們 他們偽辦之後 他們有一個四四的一個標案的話 我們要去標 是 那今年還是會去標 還是已經標了 我們都準備好了 可是今年作業上面 可能要等疫情 是 好 所以這個不在年度預算裡面 是標來的這個 的預算 對 OK 我只關心就是說 在這疫情當頭 因為這些國家 可能這個疫情的訊息 沒有像我們這邊那麼透明 是 所以會不會因為這樣子 影響到我們的業務推動 請這個副導委特別注意一下 好不好 是 好 接下來 問一下榮民遺產管理這一塊 因為過去已經發生過一兩次 這種所謂榮民的資訊 卸了給業者 然後造成這個 這個 被判刑的問題 好 我想問一個問題 事後 輔導會做的檢討沒有 我有 好 就是人無謀不張 還是真正管理資質有問題 這個是管理的人 人無不張 所以你就認為制度面都沒有問題 制度面我們現在已經加強集合 加強集合就要解決 你能不能保證不會再發生 這個 這個案子是104年 我知道 就是我們主動查出來 我知道 我現在講就是說主動查出來 這是一種做法 我肯定嘛 我現在講說 有沒有在制度面上做任何的防閉措施 讓這行不會再發生 處長你乾脆把證不會再發生 是 沒問題 確定喔 不是嘴巴這樣說而已喔 是 我現在問的就是說 那是單純的人的問題還是 我們在 集合機制或其他的管理機制上出了問題 這才是要檢討的 如果說是機制上出問題 那有沒有做了補救措施 自然的問題 所以我們現在 這個加強集合的密度 然後 然後也加強法制的教育 像這104年這個案例 我們也已經 宣導各榮家榮福處 這個只要我們查到 就是移送法庭 我有一個問題 要把這個榮民的資訊 然後copy下來 然後拿去給業者 容不容易 承辦人員容不容易 容易 對阿那容易阿 那你制度沒有任何防閉阿 那你規定也不可以阿 並呈現 我們現在齁 這個 這個重新在檢討 他的這個 就是獲取資訊的權限 對啦就是說保密的措施還是要有啦 是是是 因為這是個資 是 姑且不論承辦是怎麼樣 它是個資的問題 所以如果今天電腦上設定任何的一個機制 那你要下載這個資訊的時候 必須要經過一定的簽合要 或者說一些保密措施 這個是制度方面要檢討的 是 不能把所有東西歸咎在人謀不章 你制度方面要做好防閉的措施好不好 是 如果任何人就好像警察一樣 可以把被害人資訊什麼資訊隨便copy 然後拿給業者 這個是制度上出問題 而不只是人為的問題 我們再加強檢討 好不好 拜託主委這邊加強一下 所以這個事情 如果沒有制度方面改善的話 我認為還會再發生 是是是 非常謝謝我們羅智政羅委員 各位請回 那主委請回 好接下來我們請 請江啟成江主席江委員 好謝謝 請主席邀請 請主委 請主委 請主委就備訓台 江委員走 主席 主委 我們這個新冠疫情 當然大家都一定會關心榮總在這方面怎麼樣做好防疫 但是一方面防疫二方面問診看診 這個都必須同時進行 是的 之前也很多委員都會關心 那 現在這個疫情看起來是並沒有下降 或者減緩的一個趨勢 甚至 還在擴散當中 擴大當中 到什麼地步我們不知道 但是很顯然其他國家幾乎 包括美國也好 歐洲也好 幾乎是整個失控 所以我們當然非常擔心台灣在這方面 未來的防疫工作怎麼再加強 那醫院當然是一塊 可是依照我們現在看到那個 整個新冠疫情染上的確診的 他的死亡率最高的 大部分都集中在長著 年紀比較大的 所以在我們整個榮總體系裡面 我想請教一下 你們在年紀比較大的這一塊 接觸最多的 不管是在照護照顧看診上面 是哪一些單位跟哪一些部門 我想先給委員報告的是 我們在這個疫情發生的時候 我們非常注重榮家 因為榮家有兩個特點 一個是榮家 一個是他是群聚的 對 第二個他是年長的 正如同那個委員所講的 那麼第二個我們比較緊張的 就是我們醫院裡面 要經過這個病患 你不知道他有沒有 但是他來檢查的時候 我們應該怎麼樣子 把動線給他規劃好 另外還有假如確診以後 我們怎麼樣子來防治 這個我們都在規劃中 而且我覺得這些方面 預先的工作做得都非常的合乎我們 現在就是說 80歲以上長者他確診以後 他的死亡率大概有高達15%以上 所以他相對比較嚴重 那在你們的榮種的系統或者你講榮家這一部分 當然他長者是居多 所以我當然希望你們這部分 真的要做到確確的一個防範 那我要講的是另外一塊 就是長照 長照這一塊其實你們也介入很多 配合整個長照2.0的推動 尤其是一些在地化的服務 包括從支持家庭、居家、社區到住宿等這些 目前榮種在長照這一塊 你們大概負責了多少 然後在哪些地方 那針對他們的這個防疫的準備的這一部分 你們做了什麼 是我請我們跟葛太處長來完整的答覆 因為這裡面有一些你們所提供的日照中心 是 對不對 那這部分你們目前的狀況怎麼樣 報委員 日照中心現在是因為這個民眾的需求 我們只是做比較加強的防疫 包括檢查旅遊史有沒有發燒 日照中心還是在正常的開 都沒有因此受到影響 目前沒有受到影響 除非就是有社區感染的時候 我們會進一步根據規定 那目前你們介入日照這一部分 所照顧的這些人員的狀態 還有看護人員的狀態怎麼樣 看護人員都是依據 每天我們都會去查他發燒的狀況 一天都測量兩次到三次 這些看護人員有沒有入出境這些等等 有如果說有的話我就不拿進來 像榮家這邊有造福員 或者我們醫院有的小榮院的造福員 他只要是有旅遊史是有陸配的 我們都做加強的管制 可是現在可能恐怕不只啊 現在不只只有到大陸而已啊 到很多國家 他只要有旅遊史的 現在根據這個雲端的話 只要是他雲端這個身份證號碼輸入 他旅遊史就能夠知道 所以你的照護人員 這些如果他有旅遊史的 你都不管去哪裡嗎 還是只有中國大陸 只要是在這個三級裡面的話 都照醫院來 不管他是第一級第二級 都在必須要居家居家14天 不能到醫院來 要居家14天 然後確認以後才能再來上班就對了 確認14天以後都沒有任何的問題 這部分就是我們比較擔心的 那一方面就是因為長者 他的這個染病以後死亡率比較高 第二個照顧長者的人 相對跟他接觸的比較久 然後這一些康護 我不曉得是不是都是這些正職人員 還是說有一些是兼職的 就是說他流動率 還有他放假以後到底去了哪裡 我覺得這部分可能你們要掌握 是 因為相對他比較 長者畢竟抵抗力等等各方面還是風險比較大 是 奧委員他這個知道這個疫情以後 我們發現他們出去的這個團 就是我們 我們家裡面所含有的成分的人員 出去的也少了 另外他回來之後都會誠詞的 他不誠詞也沒辦法 我希望這段時間喔 因為 因為 主委你轄下 有台灣最大的 醫療系統 是 叫榮總 是 然後又有這一些 包括你在社區裡面提供的這些社區照顧的 是 所以其實上你們風險是非常高的 所以你做一個主委我希望你是 就是隨時24小時在緊盯這些狀態 是的 也就是說 今天感覺上是 陳時中部長在那邊處理整個防疫的工作 但是在整個跟防疫最有關係的醫療系統 兩大系統台大跟榮總 你們是其中一大系統 是的 這一大系統你又是長官 是 你又是主管 所以你必須要跟陳時中部長一樣去掌握所有的狀態 是 隨時要盯緊這些狀態 你不能只是放給下面的說 欸 你們的醫療處的處長 去處理就好了 不會 我們每一週啊 禮拜一的早上就會有這個 輸入榮家 你不要等到禮拜 你每天都應該要update這些狀態 是 因為這個在進行當中 我們已經有 然後你只要 你只要你的醫療系統出現一個破口 是 是 我們都非常不樂見 但是那個狀態你可以想像 尤其榮總的系統 這是大家原本都非常相信 非常依賴的醫療體系 我們不希望看到他在這個疫情 謝謝委員提醒 我們真的要特別注意 這個所以我拜託你說 你一定要24小時去掌握這個事情 是是是 要求你每一個院的院長 每天都要跟你回報 是的 謝謝您的提醒 那再來就是說 這個 自願役啊 自願役的這些 退役的 退役的我們的軍事官兵 他們的這個水電的部分 到底 到底在募兵制這個條例過完之後 還有沒有繼續 我們都知道過去當然因為 服務滿10年的自願役 它是符合這個 所謂的 水電優惠這個待遇嘛 但是 你現在推募兵制 你在募兵制的條例裡面 把這個放進去了 可是現在募兵制條例 今年年底就到期了 所以你們到底有沒有修法的準備 對 還是說這件事情 就以後沒有了 不會 我們跟國安部已經有 這是國安部還是你們要的處理 這是我們要去報出去的 但是國安部給我們很多的這個 譬如說 我們要知道他們實施的狀況等等的 他們會很合作的 因為現在 現在我們根據的是104年 推動募兵制的暫行條例 這個最近的消息我想請那個 所以在暫行條例裡面 是有規定自願役者退廚役軍人符合 這些等等等等 資格的話 它有水電上面的優待 報委員 這個募兵制第五條的這個部分 我們在這一次報到行政院的這個 納修輔導條例的部分 已經納進去了 有納進去了 所以 所以在年底到期以後 會 是延期 還是 還是正式變成 第一個我們希望在今年能夠通過立法院 把這一條納修到福島條例 所以我們已經報到行政院 並到福島條例裡面去 那同時因為到院以後 我們也請國防部這邊考量 是不是能夠暫言募兵制 條例內容是什麼 你可以講一下嗎 條例的內容 水電優待的部分 那是怎麼樣 十年嗎 十年 服役十年以上的都可以 還是怎麼樣 就是領縫的這個 好像是領縫的 領縫的這個水電優待 不是 我講的是 我講的是 我講的是退役的 退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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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役有分 退役有分幾年嗎 對不對 你 難道是只要 我做這樣的結論 只要是 退出一官兵的權益 退役會有責任 極力爭取 當然 當然 但是我要釐清的就是 因為過去是 服務 資源域服務滿十年才有 但是以前 以前沒有 沒有法源 那現在你們用的這個 暫行條例當你的法源 但是這個暫行條例 今年年底到期 所以我要問的是 服務 資源域服務滿十年以後 享有水電優惠待的這件事情 你們要不要法治化 還有你法治化的內容是什麼 我問的是這個 因為你的暫行條例快到期了 你現在依據的是暫行條例 討論完了以後 把這個資料 給您參考 好 好 主委 你把那個條例 你們修法的條例內容給我 我要提醒這件事情 是即將到期的東西 你們如果沒有準備的話 那這是失職啊 可能我們還想 請委員來支持這件事情 支持我們是已經支持 但是你必須確確告訴我們 內容是什麼 好的 是 好 謝謝我們江崎晨江委員 好 各位請回 接下來我們請瘟疫小運委員 主席要請主委 請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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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委 主委當部長的時候 自稱委 一百分的部長 是的 剛剛馬尾雲有請教你 你現在準備當幾分的主委 那我想說 你剛剛不能回答說 你不能回答幾分 那我在我的期望裡面 我也希望你一百分的主委 是的 這是我的期望 是 如果一個領導者 沒有自信的話 那下面的人 就不用 就不用做 是的 好 那我們來延續 剛剛我們江委員談到的 安養機構 我來談到安養機構 那目前我們安養機構 總共有16家 是不是 那是 那我們的贊床率 總共有81% 這是你的報告 是 剛剛在報告裡面有81.3 那 這表示說 還有20% 差不多 20%的位置 有空位 對不對 那我們有沒有考慮到 這20%的空位 要該如何推廣 據我所知 都會區 空缺比較少 空位比較少 大部分的空缺 都在偏鄉地區 那為什麼會產生這種狀況 是不是我們的推廣不夠 還是說我們的 這個偏鄉地區的人數不夠 還是怎樣 可不可以請主委 我想兩方面來答覆 第一個偏鄉地區 願意去安養的這些人 需要長照的 他可能照顧不方便 沒有去 第二個就是說 人口集中在都會地區 因此像板橋榮家 排隊已經排到三年到四年了 所以我們不是說宣傳的不夠 而是呢就是說地區的關係 但是我們水準都是一樣的 他到台北榮家 或者是到這個馬南榮家 在台東 他的照顧的水準都是一樣的 這個我們要保持 而且我們也有開放 至少要百分之五 要給當地的民眾 假如他有需要 我們也有開放 因為照顧鄉里 也是我們榮民 推普會 最大的責任之一 好 那我再請問一下主委 在 105年總統的政見 提到 長照2.0 那推委會覺得不缺席嗎 對不對 推委會也要參加這個長照2.0 這個計畫 是的 那我們的中長程計畫來講 從109年到112年 我們會增加到502個床位 是不是 我們要差不多10億的資金 要挹注資金到502個床位 是的 那我可不可以請問一下主委 請看一下你這邊的報告 你們 空床位目前 雲林彰化有這麼多的空床位 那我們在112年的時候 增加到502個床位 那當然這個是有點區別 有些失智的 那這邊是一般的安養 那我想請問主委 我們如果增加到502個床位 那這些床位會不會太多了 你有沒有做過審慎的評估 報告委員 我們申請這一些經費的時候 我們也已經有審慎的評估了 因為 我們也接到許多 這個 不光是榮民 也有地區的人民講 我們假如說能夠到 像我前面講的 我假如到申請到馬南呢 或者申請到哪裡呢 我們因此才在 比較交通方便的地方 像鳳林這些地方 台南 我們把它增設床位 就是說要疏散這些 在大都市人口 沒辦法消化的這些人 需要長照的 我們把它擺到稍微邊區一點 當然我們希望所有的床位都能夠被運用 當然這個 花錢要花在刀口上 是我們會特別注意這個 我們不要說為了消化這個預算 然後把錢就一直花 不會不會 我們也會給這個人多的榮家 像板橋這些的 我們都會給他講 假設你能夠到邊緣的地區 我們也有床位 照顧得更好 我想他們應該會接受的 我覺得我樂觀看這個事情會比較成功 我覺得政府現在做的政策 長遠來講 都是對人民是最好的 對 那從會信心的是不是 從事會信心 那我再來請問一下主委 我們退伍會 轉投資的事業裡面 有一家新濃天然氣 新濃天然氣 這家公司呢 董事涉嫌違法 那我當然知道這也是進入司法程序 在他們在我們的這個規定裡面 董事長還有總經理 每月的資金喔 那個不能超過 他們的這個獎勵金不能超過他的資金 那目前為止他們是有一定超過這個資金對不對 超過他的薪水 那這一些已經進入司法程序 那如果定業以後 那這個錢要不要追回 是跟委員報告 司法定業會有很明確的結果的話 我們是已經有透過 我們新濃的會見董事長 還有我們這些會見董事 都有說這個一定要求損害賠償 一定要讓他們追償 一定要追償 是的 那過去有沒有這種狀況發生 跟委員報告 這個案子算是近期比較大的案子 也比較具體 因為已經有查獲具體的事證 所以檢察官已經起訴了 好 那以後會不會有這種誇張 我們是不是知道每一家公司 我們有23家這種公司對不對 那每一家公司都有他的獨立董事 我想這樣子 我們在半個月以前 我們才把這些事業單位找來上課 就是我們會見的這些總經理 董事長來給他們上課 有特別把這些條例給他們講了 我想這種不光是嚇阻 而且教育的成分會收到效果 對這樣才不會讓社會大眾 對我們的退伍會的觀感不佳 這是對我們退伍會最好的宣傳 再來我們有23家民營公司 對不對 我們有23家民營公司 那這兩年 有兩家公司都是虧損的 那請主委 請問主委 我們還要不要繼續投資 這兩家公司就是 達隆環保和歐新環保 是不是這兩家公司 他既然沒有營業 可是他每年在虧損 那這個有沒有 我們有處置嗎 OK 跟委員報告 那這兩家分別都有受到一些 政治面的影響 或者是他所處的這個環境的關係 那歐新公司事實上 我們是已經抱怨同意可以撤資 只是現況大概 他因為也沒有營運 在撤資上面其實也有他的難度 那達隆的部分已經過訴訟 已經向雲林縣政府這邊 已經取得他原先投入的求償 那目前達隆也已經內部有做處理 會先進行減資彌補虧損之後 等到整個案子確定 他大概也是會走一個解散的動作 那這兩家公司就會裡面立場 我們已經不會再繼續對他做額外的投資了 那但是他必須要一個退場的一個做法 好 那我希望呢 主委也能盡到監督的責任 是的 那還有一家換亞 那個換亞工程呢 他因為是 他是轉型 對不對 他要轉型 要轉成觀光 觀光產業對不對 那所以他連續兩年的投資 那我也希望說 主委 他因為是轉型然後又轉投資 所以我想說在轉投資當中 在做這個企劃的時候呢 希望主委也能盡到監督的責任 是的 我們會非常審慎做好他 好 謝謝主委 是的 謝謝委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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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溫雲曉雯委員 主委請回 接下來我們請呂玉玲如委員 謝謝主席 請馮主委 請馮主委做貝勳台 謝謝 馮主委好 我們現在行政院的各部會 單位都有配合我們的疫情的指揮中心 來做全面的聯合的這個防疫 那當然也包括我們的榮民總醫院 也有相對應的一個配套 那所以現在不管進入榮總醫院 或者是到我們的榮家 不管是探病還是去那探訪 我們都有強規格的一個要求 比如說用身份證件保卡 做登記來看看他的旅遊史的狀況 如果在我們管制的 不管是中港澳 意大利或韓國被管制的國家的 這些都不可以進入對不對 是的 那就是因為我們的榮總 他這個收治的這些榮民 大部分年齡高或者是慢性病 他是有高風險的感染群的 所以我們也高強度的來做一個管理 這都是合情合理 但是在上個禮拜 我們看到在這個第五十例的 這個就是他的美國有人來到台灣入境而感染的 是美國對於這樣子的情形 都有對歐洲國家都有管控 因為歐洲下越來越嚴重 他對歐洲國家都禁止入境的這種情形 那尤其是個美國路到我們台灣 他沒有說被管控的國家 他也發生這個確診的事情 所以我們也看到澳洲的音樂家 到台灣來也有確診的情形 我們是不是對於我們這個榮總醫院 這個年紀比較大的高危險群的高感染群的 我們是不是把這管制國家也把它擴大一點 這個鮑委員您講的一點都沒錯 我們要保護他們 已經有了 而且那個我們防疫指揮中心已經增加了幾個國家 對這幾個國家我們都特別注意 像義大利先生 我是說特別我們榮總對於我們的管制的那個防疫中心沒有公佈的國家 我們也來擴大 是的 來保護我們的榮民 因為我們收治的榮民年紀比較大 是的 這個我們一定會做的 那我們應該要來注意這個問題 是的 是 那接下來我們要提到的就是我們幾個榮總的醫院 這在我們的工作業務裡面特別也有提到 像我們退府會的高雄的榮總跟台北榮總的玉里分院跟鳳林分院 台中榮總的灣橋分院跟高雄在我們的屏東的分院 都有新增這個住宿式的長照這個機構 總共有762床 那我看到為什麼沒有增列北榮在桃園分院的呢 這個我想請那個處長來答覆一下 報委員 那個桃園分院的話它是叫做轉型所以床位有稍微減少 因為轉型就是說 有嗎 它有增加嗎 它就是原先的公務床位 它轉型成為符合國家長照法規定 比方要有獨立的衛浴 那空間變比較大 所以它原從116床減少到73床 是因為它空間擴大我們去配合的時候 所以床位就會減少 可是因為高雄跟埔里 他們是新的地再去蓋新的長大樓 所以是這個增加的 是您剛剛講的這因為空間太過的擁擠 從116床減到73床 這些符合我們的這個照顧的一個空間的規定 那但是在上個禮拜 我們桃園的衛生局特別同意增加10床 就是我們北榮在桃園分院的主任 希望來增加10床因為它不夠 所以從73床已經增加到83床 我要提的就是說因為在這個桃園分院 桃園那個榮總醫院 它需要床位很多 現在後床的還有15個人在後床 所以在這個需要的情況之下 是不是有考慮要新建或增建 報委員 因為這個新建的地方 如果說是衛福部類比長照的錢 它是根據這個地區的 那個病長照處理人口數是足夠的話 所以桃園不是在這個衛福部的補助範圍裡面 可是我們這個 屏東分院跟普里分院都是用我們自己醫院的基金來蓋的 如果桃園分院他們基金如果說允許的話 他們有空間的話 我們會全力的協助他們 所以您認為可行 我們的只要我們經費允許 你就會增建 因為 剛剛也提到 要看區域性 要看人口數 要看我們需要照顧的榮民 現在還有後床的人 所以我們也應該要 要即時的來做增建的這個工作 所以你是要趕快去研議 要去規劃好不好 是 那我們看到現在是三月份 馬上就清明節了 我們看到很多的榮民都會到大陸去掃墓 在這種情形 在我們退府會也有舉辦 就是用網路來記住的活動 但是很多榮民還是會習慣性 要去大陸記住 那我也請說 主委我們退府會這邊 可能要多多的宣傳跟勸導 是否要暫緩 又以安全的考量 因為現在很多兩岸的飛機 很多都沒有飛了 這個是不是要去關心注意的問題 委員我覺得您提這個事情 非常非常重要 我們疫情才把它控制成這樣 萬一這些陸配 或者自己本身回到大陸感染回來 那是不得了的事情 所以我在這裡謝謝委員的這個關心 所以要多多的關心 一定會 也要勸導 暫緩了 是 那接下來再請教我們退府會 我們近期有推出包括像福壽山農場的醫護人員 醫護會的專案 剛剛有委員問到了 那有提到本來從我們4月1號開始 我們平日的住房就是5.5折 價值是9折嘛 那也包括我們農特產也會有9折 從到7月份你們現在有研議要到12月底了 這是好的福利措施 因為我們榮總所有的醫護人員非常辛苦 在全民協助我們做防疫抗疫 他們很辛苦 所以我們也要有給優惠跟獎勵跟補助的一個辦法 那可是我們現在看到就是說因為疫情 這個疫情也一直在增加當中 所以我們是否把這個特別的補助條款 考慮看看是不是在延 看我們疫情停止後的一年都給他們一個補助 我們不曉得疫情什麼時候會做一個停止嗎 好不好 也不一定到12月底 是的 五元給我們很多啟發 我覺得這個是 我們要給我們所有的醫護人員第一線的人員 對於關心跟鼓勵 好不好 這是非常重要的 那尤其是我們對於這個紓困這個疫情這個補助的這個預算裡面 特別有提到對醫護人員的補助 那特別是我們榮總很特別 他是歸屬於我們退府會 那他們的補助是屬於衛福部的補助 還是我們退府會的補助 我們退府會授權給各個榮總 依據他們自己所存留的基金來發放 所以他們都進入急診室或者其他補助的辦法出來之後 是由退府會全權補助 不是 我們完全授權給他們 讓他們來做 那衛福部呢 報委員 衛福部的方法一公佈的話 我們所有醫院都根據衛福部的方法去申請 如果說還有不足的地方 我們退府會有自己的醫院來負責 那衛福部只要公佈了 我們就依照他的方法我們就會提出申請 對 我覺得特別要關心我們榮總的所有各院的醫護人員 他們非常辛苦 如果說我們的衛福部補助的不夠的話 我們的退府會就一定要去關心加強來補助 包括他們的休假日這部分 他們現在沒有停休的話 我們未來的特別假的休假我們也要補助他們 包括還有榮家 榮家有沒有醫護人員 有 榮家醫護人員是不是列入 也算是衛福部還是退府會 退府會的 所以榮家的醫護人員我們要同樣比例的 來照顧他們 來補助還有特別的假日 好不好 我覺得是應該的 謝謝委員 好 謝謝 好 謝謝我們 謝謝主席 我們有請主委 馮主委 好 請主委就被去帶 來 主委早 是主委早安 我們看到我們的業務報告裡面有一個新南向意味合作與產業發展越南的部分 我們過去從107年起有三所榮總到尼泊爾、印尼、越南與柬埔寨進行七次議診還有五次的常駐計劃 那我想請教一下主委 這個計劃是否有下一步的規劃呢 剛剛我們在達福另外一個委員的時候特別講這個計劃是衛福部公佈了以後我們要去做標案了 我們提出我們的條件跟優勢希望能得到這個標案 所以我們做的時候當然希望能夠延續 要延續 而且越南他們非常歡迎我們去 是 現在要請教的就是說 我們台灣的醫療資源跟公衛資源其實是全世界正在矚目當中 那現在武漢肺炎的疫區或者說相關國家未來發展其實還是很不確定 包含他們驗出的量等等的 那我們現在針對武漢肺炎當然有標案出來 那後續面對這麼多的不確定性我們會有怎樣的調整嗎 你懂嗎 是 包委員 我們就是說目前都是用電子的聯絡跟視訊 對 那等到疫情趨緩的時候我們就立刻進入我們都準備好了 準備好 這個疫情如果說還是持續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是國家中央跟我們的規範如何我們就依照 那有哪些參數或者指標 我們會擴大或者是整個就是停擺下來 到怎樣的狀況會全部把它終止掉 我要問的是我們目前的規劃狀態 目前的規劃的話我們就照去聯繫希望能夠再增加一些他們人員來受訓 對 那但是什麼樣的狀況這個計劃可能會終止 因為這計劃目前不會終止 不會終止 這個疫情 除非這個疫情就是說他們那邊的社區感染很嚴重 我們把它列為是管制的話 那我們就只能說千戰緩到疫情所有結束才會 如果列為管制去的話這計劃就終止下來 那如果但是這個計劃其實它的內涵跟內容物其實是有一種醫療外交的概念在裡面 那是否有考慮剛剛你有提到視訊或者是相關的網路作業 也許是可以考量的不見得要讓整個計劃終止下來 這個部分是否有列入考慮呢 這可能是完全終止前另外一個選項嗎 是目前那個電子的聯絡跟視訊我們都已經在規劃設計 而且都已經在實施了 所以沒有問題 我了解那請隨時跟我們辦公室要有一個更新好不好 是 那接下來針對主委的部分 我們在看到退役的軍人的身份應該相對好定義 而且相對明確 不像僑民比較難定義 那我針對退府會對於退役軍人的就學還有這個就業的這個服務裡面 我沒有看到受訓受輔導的比例為何 那到底是高還是低 那以及他們的勞動年齡 再次進入職場的比例有多高 為什麼我們的資料裡面卻沒有統計出來呢 是的我們馬上來回答 委員好跟委員報告一下 我們的就學就業職訊是依據我們退出役軍人 他的需求我們才提供他 我們統計的這三年來啊 我們所提供的這個需求累計大概有五萬多於人次 其中我們協助他完成輔導他已經完成有十萬九千 五萬多人次是提出需求 那母數是多少 這個總的母數我們沒有去計算他 因為這是屬於我們農民他的權益 就是退出役軍人的就學就業職訊是屬於他個人 因為我們從各個地方政府在看還有勞動部 他就是說有在求職的才會算進去嘛 那但是我覺得是否可以思考一下下 把這個母數應該把它擴大好不好 因為我們想比較相對高階的 他可能用自己的過去的人脈資源或個人關係等等的 他不列入嘛 但是我們還是希望看到整體的表現 這樣我們KPI列入會比較好列入 好吧這是一個提供一個建議 那接下來齁 我還是要請教一下 我們針對這一次武漢肺炎齁 我們沒有看到我們沒有 我們有相對應的有黨在提出這個問題 我們沒有列預算 相較過去在SARS的時候我們列了五億齁 那我們現在看到就是說公務預算的部分是 兩億六 那我們榮民的醫療作業基金是一億七總計起來是四億四 那我們這一次沒有編列預算的原因是否可以就交請說明一下好嗎 那是 來 金董的嗎 報告一下齁 我們因為我們的那個退圖給付的那個那個利息差而補貼我們還有錢 所以說我們就利用以返計局的方式齁 將這筆錢拿來做為那個整個的支用 那所以意思是說我們現在的預算完全足夠 不需要再新增或者是去編列 那但是這個部分又會有審預算上面的矛盾 因為我們在預算過程當中都不給刪 那但是在遇到疫情來的時候這麼多變動的時候 卻沒有去編列預算這中間是否會有漢格或者是矛盾點 是不會的 因為最主要的最主要是因為那個利息差而補貼 我們今年度本來是編了一百九十幾億 但是因為那個我們今年的整個利息的利率降低 所以說我們會有節以大概有六點多 所以說我們就拿因為如果這筆錢就是 我們就利用那個債方法以返計局的方式拿來做 所以依照債方法我們認為是足夠的 不會有所短缺這樣 不會不會不會 這個部分請密切注意好嗎 不要到時候又被人家拿出來說嘴好不好 這是一點稍微提醒一下 那接下來我想蠻多人都有在討論 像我們有武林農場相對的這些空間等等的 那跟過去同期的比較業績到底差了多少 而且在今年的部分跟過去 那我還是要有一個停損點的概念 預期大概這個業績什麼時候會補回來 跟委員報告 那目前我們的幾個農場在一二月跟同期 那武林跟福壽三月還有一些櫻花季的一個促銷的一個作為 大概跟去年同期大概已經衰退一成左右的遊客人次 那其他幾個農場大概幅度就比較大 有的已經接近三成 那我們目前滾動式檢討的結果 全年度 今年大概基本上 除非疫情能夠在六月以後有逐漸趨緩 否則今年應該是衰退的 衰退大概預期 我們目前衰退的話 我們保守來說 大概至少會衰退個兩成 要到兩成 要到兩成 因為如果說在六月之前不緩和的話 因為我們的旺季是下半年 你六月的時候已經開始在進九月份了 我想提供一個民間的觀察 像我們有時候在市區或郊區在跑 現在在公園啊 人真的很多 包含河濱公園等等的 包含像我們的整個七星山 其實到假日 人真的蠻多的 那我覺得在地利之變 以及我們整個農場是開闊的空間 其實應該是業績衰退 我覺得是可預期 但是我覺得又可以補回來 那是否可以 我們一直講什麼電商啊等等 那是過去陳平時期都應該該做的 是否可以努力的做一些作為好不好 這個部分再拜託好嗎 是的 謝謝 好加油謝謝 謝謝委員 好 謝謝我們何志偉和會員 來主委請回 接下來請陳以信陳委員 主委 主席好 請主委 謝謝 請主委就被巡台 主委很早 主委好 第一次在這邊質詢您 主委是從國防部長轉任退府會主委 那請問您是不是第一位 從國防部長轉任退府會主委的人呢 是 是 之前啊 我們只有由退府會主委轉任國防部部長 您記得之前有哪一些前輩 從退府會主委轉任國防部長 我記得有 我記得只有一位高華柱 是 最近是一位高華柱 最早有蔣經國前總統 然後還有鄭委員 您的老前輩 這都是從退府會主委轉任國防部部長 所以我是要說您是 我們有史以來第一位從國防部長 然後轉任退府會主委 這代表我們對退府會的重視 代表我們對退府會的重視 所以我想您有這個歷史上面的第一位的這個代表性 所以我要提醒您這一點 希望也能夠因此來提高我們對退出一官兵的一種權益的保護 好不好 謝謝您 我想第一個我想要請問的題目是跟募兵制有關 那您擔任過國防部長 在您任內也全力的推動募兵制 那不過募兵制不是只是國防部的事 剛才很多位委員也提過了 在退府會對於志願意的退出一官兵的保障 也是我們在推動募兵制當中非常大的誘因 那麼我今天就要問 就是說你們在推動這個協助推動募兵制的時候 目前這個募兵制的 推動募兵制的暫行條例 第五條跟第十一條都有規定 有關於退府會這個地方 應該要予協助的 換這個下一個 所以你看在這個第五條都有關這個退休奉 贊養金 補助 生活補助費這一邊 那在第十一條 也有這個對於創業者 必須要有創業輔導跟補助 然後還有其他有關於中低收入 戶的這個生活今天 那我是要問說 目前就本席所知 針對這些措施 貴會都已經提出了相關的辦法 對不對 但是這些辦法 目前的法源依據在這裡 對不對 但是呢 那剛才好多委委員也提過 下一張 這個辦法 事實上在109年 也就是今年12月31號 就要停止了 那現在 就我所知 你們在這個 退出於官兵的 輔導條例裡面 他這邊要求 應該要將這些做法 都要列進去 可是目前為止 這個 這個 輔導條例的修正草案 目前停在哪裡 我們已經送到行政院去了 這個我想行政 行政院如果動作快的話 這些很快 兩個問題 一個問題 這個條例已經 104年通過 到現在已經4年多了 是 4年多了 退府會 才送 部分條例修正案 當初這個條例一通過 我們就發現中間 還有加強的餘地 我們不時的去提出來 然後行政院告訴我們 他說這個條例剛通過 你就要來修訂了 可不可以暫緩到107年 我們107年也送了 一直都延續到現在都有 好 那現在 年底就要失效了 那麼 這些辦法 會不會失去法源依據 我們要儘快 再去努力 來 所以這個部分我要說 因為這中間涉及到 許多志願意官兵的福利 是的 如果他失去法源依據的話 你就變成沒有辦法 依法辦理了 所以這個地方一定要請退府會 主委一定要強力的要求 跟行政院這邊要列入優先法案 好不好 要全力的來爭取 您一開始就提醒我了 從官部來 對 這邊更應該照顧我們的官兵 沒有錯 這個我會努力的 好 第二個我要說 在這個11條當中 我們剛剛回到剛剛那個地方 你看到 他有說對創業者輔導會得與 創業輔導跟補助 那麼我看到在你們所提出來的部分 條件修正案當中 你們有提出 要讓這個提供創業貸款利息補貼 但是我現在在你們的 業務報告當中完全沒有看到這一項 請問原因在哪裡 原因在我們講話的這個報告的時間 但是我們做都有做的 那你們有這個預算出去 有這個費用出去 居然沒有列在報告當中 是這樣嗎 這可能是我們 只是想說讓主委的報告簡化 但是作業的程序沒有一點 我想這個部分是一個嚴重的疏漏 這個部分涉及到很多的預算 而且涉及到就是說 這個就業的貸款的利息的補貼 社會上尤其退出於官兵 很多人在看這一塊 所以你們有做怎麼會不說呢 有做這個預算的統計當然要出來啊 所以請請主委可不可以儘快的 將這份報告 準備好 送交我們委員會 讓各個委員都能夠參考 好不好 我修正了以後送去 好 儘快 謝謝 謝謝 好 再來齁我想 有關於這個退府會的滿意度調查 來 我們看這個後面 這個是107年度退府會的滿意度調查 好 那這個退府會滿意度調查 你可以看到每一年度都有 從91年度到107年度 但有個問題齁 去年度的不見了 108年度的退府會滿意度調查不見了 請問為什麼 現在已經109年了 報委員 這個我沒有注意到 非常抱歉 我想請專業人員 好 請回答 跟委員 跟委員報告 我們108年度的滿意度調查 已經完成了 已經完成了 只是 目前的話呢 我們再更新這個資料 好 我跟你說齁 現在已經是3月了齁 往年你這個資料1月就公佈了齁 今年已經延宕兩個月了齁 我們剛剛講統計資料也沒有 滿意度調查資料也沒有 請主委齁 要盯緊你們的同仁齁 來做這個事情齁 是的 然後我們再回到剛剛那個部分來看 你看 過去這兩年 不滿意度其實升高啊 從17到20 滿意度下降 好 主委請問你知道原因在哪嗎 假如從這個事業團體的這個數目來看 我們不斷的減少 像榮工處 以前那麼大的榮工處 可以吸收很多的人 那麼現在因為這些 這個被資遣了或者是 解散了 它就變成了就是我們能夠進入的工作機會 減少了 不過我想給委員報告 主委你猜的這個 你腦筋很快 但答案不是這個 我們看下一個 事實上你們自己就有調查了 你看第一項 沒有實際服務效果 好 再看下一頁 協助就業方面 所以基本上 滿意度降低 在退輔會當中 這就是主要的原因 我等著看新的 滿意度調查是什麼樣 好然後我們來看今年的成果 好不好 是 我最後有一點時間再跟主委 講一個事情 主委您 在去年接受專訪的時候 是不是談到 希望能夠推動戰史交流 是的 這是非常好的概念 是 來我們看下一張 下一張 我唸一段文字給您聽 這個是牛津大學的二戰史的教授 給我一分鐘 主席再給我一分鐘 他所講的 二戰期間 中華民國在 軍力懸殊毫無勝算的情況下 堅持不投降不妥協 牽制了80萬現代化日軍 再給我一分鐘 使日軍無法完全投入太平洋戰場 間接阻止日軍近戰澳洲印度 避免的日本與德國中東會師 讓同盟國得以在歐洲和亞洲兩個戰場 做出反擊 並取得最終的勝利 這是牛津大學的二戰史的權威專家 對中華民國國軍在二戰的貢獻 所以主委您擔任過國防部長 您知道這一段歷史對國軍 對世界戰史來說有多大的意義 對不對 您推動戰史外交 我想要請您告訴我們說 您現在進度在哪裡 那我們也鼓勵 退府會 儘快地將這個事情能夠推展出去 我們推動戰史交流的外交 那對我們來說 對國家推動外交來說 都是很大的幫助好不好 是 這個我想從兩方面來講 第一個 我們跟世界上許多國家都有建立 推伍軍人聯盟協會 我想從這個地方 要開始深入像這樣子的 能夠找到 我在當部長的時候就有人告訴我 我們在波蘭 在這個 甚至於 在蘇沃 在二次世界大戰中間 都有給我們很多的幫助 因此在戰史中間 這塊不能夠缺少 那麼所以呢 我在想我又把這個戰史拿出來 那退府會能不能夠準備辦研討會 請這些國際專家來 在疫情結束之後呢 但是 他們告訴我 退府會我們 盡量先把榮民的戰史 照顧好就可以了 世界的戰史 有好多的單位 甚至於國安部 都在那裡負責 這很可惜 您自己提出來的這個做法 結果 構想現在沒有辦法做 我還是會 會去推動 還是會去推動 謝謝 非常謝謝我們陳一新陳委員 剛剛委員講的部分 我想就請我們退府會 就給一個書面資料 給本會做參考 這樣子好不好 好 謝謝我們主委 接下來我們請王定宇王委員 好 謝謝主席 麻煩主委 王委員長 主委辛苦啊 這個 退府會 其實相較於過去服務的國防部 當然單位的性質不一樣 那現在面對 不管是武漢肺炎的疫情 或者國際局勢的改變 那很多單位的做法也會有調整 我現在會詢問一些問題 第一個 我這幾次都問到台南農家這個事情 為什麼特別關心這個 因為台南農家的改建案 這個案是把原來的農服處 跟我們的照顧的安養的人 通通集中到新的地方 所以這個一旦不完成 就代表這兩件工作都沒辦法處理 尤其我們在大學陸的那個眷服處 他本就簽照當地的里長 跟當地的活動中心 跟國有財產的處理 那我們曉得這個案子已經延宕很久了 我現在看一下就是說 現在調整 上一次我問到增加兩億兩千九百三十八萬 然後你們現在的時程呢 已經報到國發會 但是今年的四月三十號以前 如果沒有完成開標的話 我們不管是建造 大概就沒有了 這個案子是會作廢 還是重新開始 我是不是先請教一下主委 好 我是舊安養護處處長 來請說 這個案子已經 國發會已經報到行政院了 行政院應該 國發會的意見是什麼 因為他第一次 第一次三月三號給你們退回 叫你們修正意見 我們那個代辦機關 台灣市政府跟建築師 完全同意國發會的意見 我們報上去 國發會所以說 也同意這樣子做法 那就是 這可能是只有增加到兩億兩千 就是一個廁所的調整 設計的調整 然後不足的預算本來是 應該是差了 差了將近 就差了兩千四百多萬 本來只減兩千四百多萬 但現在預算增加兩億兩千多萬 所以現在到國發會接下來就要招標 現在是行政院 行政院合了以後 就開始可以決標了 那我問一個 當然我們用最壞的情節來打算 如果4月30號還是留標 這樣就結束了還是重來 沒有 現在這個就是 台灣市政府會重新再來審核 再重新 重新審核最新的一個法規 再來重新發建照 不會結束 你說的是現在就要重新請建照 還是4月30號如果沒有標到的話 那你如果重新申請建照 新的規定規範 會不會又增加新的成本 這個我們還是跟 然後到最後又重來一次 就一直無限循環 沒有跟代班機關 台灣市政府已經在做因應的方案 對我是希望那樣子 因為上一次我們在限定看的時候 八軍團也不曉得有一 你們那時候搬遷的費用 是 八軍團認為是應該退服會出 可當場你們在做報告的時候說是 八軍團要吸收 可見有一些橫向聯繫的部分 還是有問題 因為你有一塊地是用到八軍團的地 而他們認為那個搬遷費用 是退服會要吸收 我舉這個例子就是說 一個案子要完成橫向的聯繫 上下的聯繫 尤其這個已經延宕好幾年了 我希望4月30號以前可以完成 如果真的不能完成 要重新根據新的辦法 申請新的建造 那國發會還要重跑一次 目前為止 它只是建造的部分 都是在台南市政府來自以來 就重跑建造就好 國發會不用重跑一次 應該是在台南市政府要重新核定建造 我只能預估 我跟主委提醒這一點 因為4月30號如果沒有過的話 我的判斷 再重來一次的話 你們的預算又會不夠 因為當地缺工的情形影響很大 一直往上走 所以還是請主委督導一下 這個案子已經延宕多時 能在4月30號以前飆出去 對永康網僚那邊的發展 旁邊我們的農民醫院的發展 東區大學路眷服處的發展 還有所有這些救養的人的集中 這個影響知識體大 希望4月30號不要再延宕 這請主委再督導一下 當行政院核定以後 我想到台南市政府去跑一趟 OK 親自去拜會 我歡迎主委來台南走一下 是是 好吧 再第二個部分 這個是龍旗工廠的事情 這個我們之前這很有名的歐新案 歐新案已經整個行政院也策案了 台南市政府也把這個地方列為這個保育的用地 所以也不能有這個案子了 我們現在跟總統府跟行政院在協調 把西拉雅國家風景區的管理處 能夠涵蓋龍旗牛埔這塊的地形也正在進行中 那當時這筆土地分兩筆 50公頃是我們以土地做股去投資歐新 另外280公頃是原來我們留在我們退府會的土地 好像最後是由那個中部的彰化農場是不是來代管 我請問一下你們這個土地總共有兩批18筆 有沒有移給國產署了 跟委員報告 我們已經先移了這18筆就是將近110公頃 已經在走變更非公用給國產署 那只是目前碰到一點問題 就分別是我們的土地管理機關等於必須要先變更 變更成彰化農場 因為農區工廠被裁撤掉 所以你們那個還沒變完喔 那個 所以彰化農場管已經是一年半的事情 就是我們原來是用一個行政授權用代管的 但是我們在變更的時候 它的主體必須要變成彰化農場 所以還沒變完 所以它現在目前地震機關是跟我們說 大概在下個禮拜會變化 那一次就變完 就不是這只有18筆 等於全場 所以現在是280公頃全部要一次交付給國產署 我們是先把它整個做管理機關的變更 但是程序可能還要分兩批 就是這一批先做 因為這一批有的釐清過了 那目前的佔用主要是機關佔用 一個水保局 一個衛生局 分別零星的佔用 我們通常移交土地財產 要把第三物騰空 佔用要先處理好 這兩個因為是機關佔用 我們請他提供我們認養維護 只要他們同意認養維護 國產署說他們可以接 如果是機關有問題喔 對 本期都可以提供協助 我覺得這個程序上應該大家互相幫忙 那第二個問題是 那50公頃在歐星的地 他們打算怎麼辦 跟委員報告這個我們有持續協調 但是目前歐星公司還沒有做出 他的董事會跟股東會 還沒有做出最後的決定 你們也是股東也是董事 有 我們有請 你們當時以土地做股 一路下滑 他一直把你稀釋掉 是 稀釋到20幾% 那其實對公家是 對納稅人來講是不公平的 那既然這案子已經結束掉了 這塊土地 你知道我當時用50公頃的土地做股 現在回算回來你們土地 只值你們的股票換成土地 不到20公頃 是 這就是被吃掉了 所以越慢處理 你的價值越低 所以這個本席也要提醒退伏會 既然歐星這個案子已經結束了 當時用50公頃的土地 以地做股 那說是兩個公司加起來40多%的股權 後來降到20幾%出頭而已 就被稀釋掉了 你拖越久 你回來的土地 我給你50回來不到20 當中時間的成本 都被它吃掉了 這個時間代表的是 我們退伏會的利益 也是國家利益 這個要特別注意一下 時效性的部分 是 所以這一個 我們 你說下禮拜地政單位 就會把你整個變更完了 對 先變更我們的土地管理機關 那我們再跟其他的機關佔用的部分 取得協調後 國產署就可以正式結束 這個我還會追你們進度 儘快把那280公頃回到國產署 那我們當地要做國家風景的開發 比較完整 至於歐薪簽到櫃館的利益 你每拖一天 你耳朵那邊 我們退伏會的新台幣就一直掉 你如果這樣概念的話 就知道這個時間很重要 這第二點 第三點要提醒的是 就是這一個部分 我看我們 都有派員去參加一些國際的會 那4月份 美國退伍軍團協會阿拉斯加聯會 美國退伍軍團協會其實跟你們都不錯 是 那現在因為武漢肺炎的情形 今年是不是要比較特別一點 我們就不鼓勵參加了 還是照常 他有來信 沒有說 要把它取消 所以我們的人員已經準備 4月份要去 這還是要注意啦 因為台灣現在對美國各州的禁管 各方面是逐州在檢討 當然這是例行性的活動 那美國也進入全國緊急狀態 也撥了500億美金 所以如果要去 盡量縮小到最小 夜館人員去就好 不見到鼓勵我們僑居當地的退伍軍人 冒著風險參加 因為年紀都大了 年紀大本身 慢性疾病各方面 是這個武漢肺炎攻擊的標的 所以例行的活動要推沒有問題 但是健康要注意 我最後跟主席一分鐘我提這個 我們在目前常駐中國的農民 是有466位 那466位我們常要做一件事情 因為要去確認他的狀態 否則生死未卜健康狀況我們都不了解 他在勤領這個半年縫 在領的時候會有一些問題 那我們看一下統計出來 現在有466個 那其中比較高額的 這些遺產的繼承人也好 或者是半奉勤領的家屬也好 有各種情形 那現在因為武漢肺炎的情形 兩邊飛機根本不飛了 我先簡單請問一下 我們退府會 對於2020年派員到中國 查訪這些老農民是否繼續進行 今年已經延緩了 那你怎麼確認 我們每三個月都會寄指紋卡 叫他按指紋 所以這個是絕對不會有異靈的問題 只要指紋模糊不清 或他沒有寄回來 錢就停發 所以你是三個月寄指紋卡 去他按指紋 那那個指紋卡是由我們的指紋子過去 每次的指紋子會不一樣 你沒有按指紋 可能一次蓋十年這樣子 不可能 所以每一次都會不一樣的紙 然後用我們的油墨紙來蓋 所以他油墨跟紙都是我們的 他不可能自己再做另外的一個建造 今年真的特別 如果疫苗沒有發展起來以前 很多做法可能會變常態 那我要提醒退府會就是說 一方面這些長輩的健康去探訪了解一下 是關心 二方面也是我們在知己這些退休給予的時候 要驗證 否則不是台灣各國都有這一種 退領這個pension 退休給予查證的一些問題 我也是提醒退府會 這個部分要注意一下 謝謝委員 好 謝謝 好 謝謝王定英王委員 來 主委 各位觀念請回 好 接下來請陳柏惟 陳委員 邀請主委 邀請主委 來 請注意做必須台 好 幫忙 好 沒問題 先確定一下我們的這個立場齁 我大概 剛剛去之前跟外交部跟僑委會的時候都有大概聊一下 請問你覺得中共政權是本國外國還是敵國 請再講一遍 請問中共政權 中國這個國家 他是本國外國還是敵國 我後來發現我講本國外國他們好像不能確認 多個選項叫敵國 你覺得是哪一種 可以不回答啦其實 不想 這不是我管的 我想請微交部回答好了 好 沒問題 因為待會退府會我會提到海外榮光會 他是一個在海外的組織 那我們這個透過台橋的部分有去瞭解 他們的組織架構跟體制 待會會聊到 2019年10月21號 彭世關主委受訪時 表示我國對將要對中國有敵我意識 因為我們本來跟他就沒有什麼好的意識 這是主委講的話嗎 這是新聞記者講的 那你當時原文是怎麼講 原文我是 時間過了我都忘了 但是我是說並不是每一個將領 都心裡面好像傾向於中共 我記得我是這麼講的 然後他後面還有加註說 你是從中國大陸逃難來台 從未在心裡把中共當友邦 有這件事嗎 我都不記得我是這麼講的 好 沒問題 我不記得我這麼講的 這個都是2019年10月21號的新聞寫的 不過沒有關係 因為在這個我們接下來要講的東西裡面會先確定一些事情 2015年12月31號的時候 退附會呼籲說這個農民跟退附物參加中國的相關的軍事或政治活動 但是在2016年仍有退附去中國參加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的中年大會 請問這件事情我們退附會有沒有檢討 2015年12月31號 2015年12月31號呼籲勸說農民與退附物參加中國相關軍事政治活動 但2016年仍有退附去中國參加人民大會堂活動 請問退附會有沒有檢討 報告委員 這個喔 這個退附他退伍以後 他要去大陸的話 要向原退伍機關去申請 那我們是對這個 退附他退伍以後就是榮民 我們對他是做服務照顧 這件事情我們在新聞上有看到 然後我們有製作這個退降赴大陸的一些小叮嚀 希望配合政府的 榮民眷赴大陸注意事項文宣來宣導嘛對不對 有有有 那另外還有用榮光周刊 這都是退附會的事情嗎 對對對 但是宣導是否有效 有沒有做過檢討或者是這個 有 去年就沒有啦 去年的沒有我覺得是跟九條山的修法比較有直接關係啦 那在這邊是希望說我們宣傳管道如果在 去年九條山大家知道是什麼嗎 就退降去那邊的話 被我們發現可能你的退休金會不見嘛 那除了退降之外喔 我想包含這個退役的四官兵其實也會遇到一樣的情況 因為當然我知道現在我們並沒有管制 他還是可以自由的去中國 比如說旅遊之類的 但是我們很難去這個畫出一條界線 比如說在中國在台灣的這個軍官士兵 因為我們島國人比較少嘛 他們有可能透過比較好的關係 有限制機密的這個機密人員 有可能透過四官兵來替他做付中國這件事情 我想退附會這個部分在榮光週刊或是相關的宣傳管道 是不是也可以再多加宣導一下 可以的 好的謝謝你 去年九條山修法之後發現說 如果這個我們把你的退休金拿掉很多人就不敢去了 這個是好事情 但是呢 我們另外有注意到一件事情喔 除了 今天在退附會的業務報告裡面 第八條好像有寫到 穩固友邦關係深化國際交流 政府會目前跟美國、英國、日本等等的國家 做這個所謂的軍事外交 或者是說 融光聯誼會 拓展實質外交 這件事情 請問我們現在具體的交流事項有哪些? 我們具體的交流事項一共有三點 第一個就是交流互訪 第二個就是我們建議 這個密切的合作的關係 另外我們第三個就是我們希望能夠派到 還有駐外的人員能夠到他們的這個推補會 能夠增進啊 之間的這個更密切的關係 我們已經進展到這個地步 我想融光會喔 是我們這個退役將官 軍事兵在國外的這個組織 有43個會有20個國家嘛 對不對 那 據我的理解啦 當然他也算是我們的僑民的一部分 海外台僑的一部分 是 但是喔 因應我們的這個 不管你認為他是本國外國或是敵國 他的的確確有在海外做統戰的行為 那我認為一個國家的軍事將領 士官兵 他們都應該要站在我國的這個 國家認同 來對抗這些所謂的統戰部門 尤其是在他們有作戰經驗 有敵我意識的前提之下 是 是否能夠加強海外的榮光會 扮演這個 對抗統戰第一線的這樣子的角色 我想他們長期以來就是這個角色 因為我接了這個主委以後 他們在去年就有回國 我們還在僑委會 吳主委請我們用餐的時候 我們發現 他們對於國家的相信力是非常強的 也等於說是做到了這個主委的期望 我個人有一個感覺 感覺這些組織就是我們中華民國在國外 所有鞏固精神力量的據點 但是我們知道這個中共對台的統戰從來沒有間斷過 這樣子的海外榮光的組織 跟我們的一般的僑民組織 他們的互動情況是怎麼樣 或者是說我們台灣榮光具體辦過的活動座談 以及這個對統戰反滲透相關的活動作為有哪些 我們不講細節的話有兩點可以看得出來的 第一個他們的聚會從來沒有邀請中共的人 中共的人也不會去參加 第二個他們每年都有人回來 回來之後看到國家的進步 看到政府政策長照日照的實行 這是他們親口對我講的 感覺這個國家在往前走 在照顧我們的老百姓 所以我想就請這一點 你去做什麼統戰也沒有用 我想我對他們是有信心的 對於國家的政策他們會認同的 我想這一些退降士官兵都是比我們早好幾個年代進入 可能是長輩的對我來講 所以當時我們記得軍隊國家化之後 我們一直要很清楚的講為誰而戰為何而戰 當然在海外包含不管我們講華僑台僑 或者是這些退役士官兵 其實他們都有選擇的 所以希望他們在做出錯誤的選擇之前 我們能夠更進一步的來強化敵偶意識 並且做好這個反滲透的準備 因為這些人將是我們的精神領袖 不管是海外的這個榮光會裡面的成員 或者是還在本國的 還在島內的這一些退伍降臨士官兵 每一個只要他跟中國產生接觸 產生不負面的新聞 都是對國家形象跟尊嚴非常大的打擊 不要等到大家限制退休金才敢不去 我想這是我們這次質詢的重點 請這個退伍會 我覺得委員講得非常的正確 也非常的好 我也深受你的感動 不過呢 並不是說每一個將領 都是因為退休奉被扣就不去了 也不是這樣子 他們也認識到 今天國家需要團結 我想這一點也是他們不去的原因 好再麻煩特委會 謝謝你 謝謝 謝謝主委 謝謝陳柏惟委委員 下個經濟巡查委員是蔡世英委員 好感謝主席 我們請退伍會主委 還有我們三位榮總的院長 來 北中高 好 周圍早安 早安 我想喔 剛剛有委員特別在這個會場中提出來 就是說 對我們各位 農民總院的院長 以及領導的醫護團隊 給你們最高的一個質疑 因為這段節目以外 大家都很辛苦 我想問一下 就是說這三位院長 我們大概 整個武漢肺炎的疫情 開始大概在2月底 3月初 正式的大概大流行 然後我們醫護人員 開始上緊發前進部署 3月到現在大概就一個多月的時間 我問一下三位院長有沒有休息過 請休假過有沒有 我問一下北龍院長有沒有休假過 沒有 沒有 2月到現在大概45天的時間 你都沒有休假過 包括228連假的時候 禮拜六禮拜天 都有到幾個榮民 所以我想問一下 北龍院長沒有休息過 沒有 中榮院長 也沒有休息過 那高榮的院長咧 有沒有休息過 好 你們三個都跟陳時中部一樣 都鐵人 但我想問一下 你們醫院的醫護人員 都有沒有休息過 有 這個是決定按照規定來 好 這個要 我以為你一定要告訴我說 三個醫院的醫院也都不休息 為什麼呢 因為人總是要休息的 你有休息要輪班 你才能維持我們的一個戰力 就跟打仗一樣 打仗二字腳不休息 那個不是真正的軍人 要可能用科藥的軍人 來 所以我現在問一個問題 就看到我們這個 隊伍會推了一個政策 我覺得還不錯 就剛才各位委員有提到的 這個向醫護人員致敬 就住戶專案 那我跟他問一下我們三個醫院的院長 就是說 我們的醫護人員都有休息 對不對 那當然我們希望休息 除了在家休息之外 我們也希望他能夠 去接近大自然走一走 這個很好對不對 所以我看到我們的處長提了這個版本 那我問一下三位院長 這個版本的特色是什麼 其實很簡單嘛 就住戶優惠案 平日五五折 假日九折 我來問一下 這個離這個地方最遠的應該是北龍 這個院長 你覺得這個平日五五折 假日九折 有吸引你嗎 這個 比沒有打折好 比沒有打折好 那你現在有農民身份嗎 還是軍公教人員身份 那你知不知道軍公教人員也是這個優惠 沒有 各位委員報告 軍公教的部分是 假日是九折 但平日沒有 這個是農民的優惠 其實我們就是比照農民的優惠 他這裡有寫嘛 就是我這意思說說比照嘛 所以我的意思說 我感覺不出來 對醫護有特別特別特別啊 然後呢 我看到你們有的農場啊 武林農場 國民兵館 他假日還打八折 我就覺得這個每個單位又不一樣啊 對 然後我再看一下 清淨農場齁 不是只有我們的國民兵館而已啦 旁邊有很多競爭業者 很多人都打六折七折假日 所以如果我是一個醫護人員 我想要到清淨農場去休閒旅遊 看看大自然的話 我也不會覺得我們做得比較好啊 更換剛才我們 處長主委還說 我們醫護人員很辛苦 我就想一下剛剛 嘴巴這樣講 但是我們做出來沒有 我在這邊問一下我們主委 處長 優惠方案能不能再考慮一下 這個加碼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呢 我轉完這句話就好了 回去再研討一下 我要講就是說 我知道 這就是一個感覺嘛 我甚至告訴你啦 網路上看了一下 你們一般賣給民眾的專案 六日還比這個金額還便宜 不會啦 打到八五折 在網路上賣的 我就心裡就在想啊 我一般的民眾去買 假日都有八五折的 這樣的價格了 比你 向醫護人員致敬給九折 感覺是說 向醫護人員剝削 你來 我送你九折 給你多賺一筆 然後剛才我也問了一下 我們的處長說我們幾個農場 今年預估我們的生意會下跌嘛 所以在這個狀況之下 不論是有商業考量 或者是做對象 醫護人員致敬考量 尤其是我們農總的系統 它有醫院 也有農場 我覺得可以作為 全國相關單位的表率 好不好 重新檢討一個更好的方案出來 什麼時候可以出來 跟委員報告 因為剛剛也有幾位委員提到 我們已經約好今天下午 我們做一個視訊會議 也把剛剛幾位委員的提示 三月底前確定好不好 不是所有延長時間而已 延長一個沒有吸引力的專案 不如不要做啊 是 這道違德不足 好不好 拜託一下 所以我剛好看了一下 我覺得這樣不行 因為行銷這樣做實在太差了 謝謝委員 這個是主委 那個三位院長先請回 這個是部長今天的報告 前面就寫到 全心全力安置 退處於官兵就學等等等等 對不對 我們的這個 就學就養服務處 來 我來問一下齁 你們說有全心安置嗎 全心安置看什麼東西 看安置律嘛 對不對 那個處長 全力安置就是看安置律嘛 你覺得安置律好嗎 跟委員報告 因為還是要看他個人的需求 我當然知道看個人的需求 所以絕對不會看整體安置律嘛 來 這個是你們的安置律啊 這個 2019年去年啊 安置比率25.9 哇 比前面掉了快10%欸 這會好嗎 主委你說我全心全力安置 結果安置律退了10% 主委你怎麼看 我先問一下主委 主委你怎麼看 這不是看個人而已了吧 這是整體的安置律下降了10% 難道每個退伍的人去年退伍都有問題嗎 應該不是吧 不是 這個還有個人的意願嗎 當然啊 問題是安置律下 欸 前年383336 掉到25 跟委員報告 因為 因為木兵制的推動啊 國防部也採取了一些具體的措施 所以說在2018年 100 108年了 因為這個 這個制度產生的發酵作用 所以新退伍人數就衰退了 所以造成我們做輔導安置人數就減少了 退伍跟安置的安置律是 退伍多少人 安置多少人 這跟你的退伍多少人減少一點關係都沒有吧 他跟需求有關係 那所以這些 11143人退伍的裡面 有將近8000人都不需要需求就對了 那這樣退伍會可以收掉啦 所以什麼叫安置律 我為什麼問一下主委 剛才別的委員在問了滿意度調查的時候 對不滿意的一件事情 是感覺退伍會存在的功用 對他在就業上沒有幫助 所以在剛才你有看到別的委員問到的東西對不對 是的 至少你要把安置律先拉高吧 欸以前都三成多 在你任內調到兩成五九 你的處長 會拍誰嗎 不是我不能強制他去安置 我當然知道 好再來 這裡就是你的將官 將這個 將校衛士官士兵的安置律 校官從49%變36% 衛官從39%變24% 士官從37%變27% 士兵從33%變22% 士兵從33%變22% 我記得以前主委剛就業的時候提到說 我們希望把中低階的軍事官兵 列為優先照顧嘛 是 但是去年度整年看起來好像只對將官在照顧啦 我們並不是只照顧他們 我當然知道 可是看出來的結果是如此啊 為什麼因為 將官的安置律提高 校級 衛級 士官士兵 全部都下降了 我個人在講啊 像一個 活動力來講 將軍像我這個年紀的都老了 他根本沒有 沒有再去 我知道 但你們看出來的數據 我要講這是你們提到 安置安養比較好 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講這安置是退伏 安置他的新工作喔 是 不是去安養中心啊 新的工作裡面 將官還有23.8% 還比士兵高耶 還比士兵高耶 這個你們真的要去想一下 還有咧 這個是你們所有的 轉投資的公司 我們記得之前投資有關於 持股率跟安置律需要相等嘛 對不對 沒錯吧 來各位看一下來 這就是我們之前已經說的公司 到現在還有很多公司都達不到啊 這幾下沒有達到的公司 我們派去的會見人員 要不要檢討一下 我們上個禮拜已經檢討過 檢討過了 好 謝謝主委 你剛才說檢討過了 結論是什麼 結論是他們會 按照我們推伏會的要求 跟我們配置的比 他們盡量能夠達成 這個你們去年也有開會過對不對 也有做這個結論對不對 也有做這個結論對不對 那不就一樣 沒有 今年的更 那今年要求完之後的懲處是什麼 獎勵跟懲處是什麼 我們對於不適用的人 我們不給他 好 那我現在問一下這些人啊 這些人啊 我最近會再另外半個時間 就請我們所有的相關的會見人員都來 請你們到處來說明一下 這些不合格的人 你們的下一階段怎麼處理 我認為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為對於我們來講 支援我們的官士兵的安置 是退伏會最重要的責任 你的滿意度高低就看這個啦 是 所以這幾位處理長都扮演重要的角色 再拜託一下主委 要嚴格要求這件事情 除了水電補助那些之外 其實最重要的是 他們覺得你有沒有辦法安置他 這裡有缺 鼓勵他們來 這就是我們安置率 提升最好的個通向 好不好 謝謝主委 好 謝謝蔡世英委員 那個主委給你建議 市長我們要向醫護人員 醫事人員包含的檢驗師 護理師很多啦 致敬的話 週間閒置空間是零 零分之一等於無限大 其實你就不用那個九折八折 收公本費就好了 做要做到更前面 那假日的話 那個折數讓他有感覺 平常講他們現在很忙耶 不一定會去使用 但是退伏會如果要做的話 打九折真的會被 那個叫違得不處啦 這個給主委建議 謝謝 平常是像澎湖 澎湖那個東北季風牆的時候 他住宿費根本全免 來我就收參與費就好了 是做得到的 你這樣做的話社會會覺得 退伏會有跟醫事人員站在一起 有體會到免費 週間免費 週末的話適當的成本費 這個給主委建議 因為行政權還是在你們那邊 謝謝主委請為 好 接下來進行巡大委員 是李貴明委員 好 時間4加2分鐘 謝謝主席我們麻煩請主委 好 來 主委請 主委好 那個我們直接切入主題喔 第一個呢我想請教的就是說 我們現在現在是防疫期間啦 主委 我們的榮民榮眷啦 相對應來講他們的年紀都大 然後他們也有很多慢性病的問題喔 最需要照顧 為什麼沒有編列預算 簡單回答就好 其實你的副主委已經幫你講過 主委您知道 是的 我們有自己的基金啊 能夠 今年能夠支付 假如不支付的話 這也要繳回去 好 主委 所以您的意見 跟副主委的意見是一致的 那我要請教的就是說 這些的你沒有編預算的情況之下 那麼在原來的時候 SARS期間啊 為什麼SARS期間編了5億多 是您認為這一次的疫情 比SARS期間的疫情輕微 是不是 主委 不是 那時候正好我們手上 能夠有要繳回去的基金 可能是沒有或者是很少 那麼今年有6億多 那我們就用這筆錢 那你的意思是說 基本上面來講 你的一般的正常的預算 其實是多編列的 不是 所以在這個時候呢 正好多編列的預算 是可以用到疫情上面 是不是這個意思 不是 那不是多編列的 行政院也 人事總署也告訴我們 希望我們自己用這筆基金 就不必說用到400億的那個基金 那你原來的正常預算 所要執行的項目 在你這次用到這個疫情上面的時候 它不會產生排擠的效應嗎 沒有 這次是 你認為它會產生對正常的運作 對不起 我請教主委 因為有些問題 其實副主委已經問過了 副主委已經表達過了 會不會產生排擠效應 您認為 不會不會 不會排擠效應 也就是說其實你正常運作的項目 其實不需要這麼多錢 這一次發生了疫情 所以你把這個錢 撥到別的疫情的防疫上面來講 不會產生這個排擠效應 這是我聽到的 我要請教你的另外的 就是說 在這一次裡面 我在看了你全部的報告裡面 我看不到退府會做的任何的事情 簡單來講 你的報告的內容呢 都很一般 都很一般 我請教一下 就是說 主委你有看到就是說 這個民眾啊 前一陣子口罩的時候 每一個醫院 每個藥房外頭排的 全部都是年紀大的人 您知道有多少榮民榮眷 在那邊冒著風雨 就為了要領口罩 口罩的事情 請問退府會做的什麼事 我們最重要的事情 是把榮家 醫院 他的照護人員 這個要先照顧好 這個是我們的最重要的任務 主委 我們沒有認為 醫院不需要 醫院是第一線的人員 全國的人民都認為 即便本席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成功的買過 任何一個口罩 一個都沒有 因為我們認為 其實第一線的醫療人員 是最重要的 是 OK 甚至本席其實認為 第一線的醫療人員 應該要有危險的加急 剛才我聽到 臺北榮總的這個院長 他連到今天為止 連休息都沒有休息 這個他怎麼能夠附和的了呢 對不對 所以我們今天講的 先不要提那些理論性的 很確實的講 今天退府會幫榮民榮眷做了什麼 我們從最基本的講 口罩 我們退府會做了什麼 口罩我們先把滿足榮家的需求 你有每一個榮民的榮家 你有給口罩嗎 我們都有依據他的需要 依據他的需要 在這個疫情發生的情況之下 依據他的需要是什麼意思 是說他沒有跟你要 你就不給他 不是 還是你有在定點 每個地方都發口罩 有還是沒有 這些的榮民榮眷 都不需要到藥房排隊買口罩 是還是不是 我想他可以不需要 他可以不需要 因為你都發了 是不是 你這個講話的很敷衍 主委 另外我要請教 就是說 我剛前面提到的 榮民榮眷他的年紀都很大 對不對 那現在以前 我們都知道 處方藥有慢性病的處方藥 他隔一陣子他要到醫院去 那你現在有沒有其他的安置的措施 讓這些的榮民榮眷 在這些老農民 老農眷的一個情況之下 他可以避免到醫院的這些的風險 做了什麼 退府會做了什麼 我們退府會在督導榮家的時候 你又督導他 你實際上面除了督導他之外 你做了什麼 剛剛北農的院長已經講了 我們有APP 你可以在線上網去預約 不光是去看 預約完之後 他是不是還是要到醫院去 要還是不要 要 他到醫院去的時候 他到醫院去的時候 是不是要跟一般的民眾混在一起 主委我再請教你 我們的榮民榮眷裡面有沒有確診的案例 沒有 好沒有確診的案例 非常好 那你現在榮民榮眷尤其年紀大的人 你要他到一般的醫院裡面 會不會增加他的風險 會還是不會 會 好 那你做了什麼 退府會做了什麼 我們用迅速的 而且給他安全的綠色走道 先 所以綠色走道 只有榮民榮眷可以走 其他人都不可以走 一般的民眾都不可以走 我們是給他們優先 但是一般的民眾還是混在一起 你怎麼確保 因為時間關係 我還要請教你 沒有APP上面已經先預約了 所以 年紀大的人知道什麼樣使用APP 他們會的 哇 我還不知道就是說 以一般台灣的國民來講 年紀大的人其實還未必知道APP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你的意思是說 只要是農民農眷每個人都知道怎麼樣使用APP 每個人都有一支手機 農民農眷你都提供了他一支手機 然後他也知道怎麼樣使用APP 只剩下十秒鐘 我回到第一頁的地方 主委 我想請教你啊 退府會到底對榮民農眷做了什麼樣的保障 年金的部分提供了什麼樣的保障 我只提問題就好了 第二個 其實剛才委員其實有問到 農民農眷的就業的情況 有無縫接軌嗎 有還是沒有 有 有無縫接軌 很好 那我會等到數據的時候 我再救教 這個主委 謝謝 歡迎 謝謝 謝謝 好謝謝我們李委員 來 主委 各位觀眾請回 接下來請趙正宇趙委員 謝謝主席 請那個 跟 舊長處處長 立主長 好 舊長處處長 你好 呃 處長 是 剛才其他委員講 農民一個確診都沒有 是不是 是 非常好 為什麼 但你都知道我們農民年紀的比較大 哦 那賣新品比較多 哦 那既然都沒有得 沒有確診 表示說農家做得非常不錯 這要 要感謝誰 要感謝我們的工作人員 對 要感謝什麼 護理人員造福人員 對不對 還有農家這些堂長啊 工作人員 是不是 是 那我們 預算員額哦 是有限的 我剛才講的這些 造福 照顧這些農民長輩就是護理人員 和造福人員 他們都非常辛苦 有沒有道理 是 那因為我們到 因為員額的問題 我剛才講呢 預算員額比較少 我們大部分都是什麼外包的嘛 勞務外包 是不是 那我請教你一個問題 我接了一個成型書 那我們再先看這張表一下 那我們106年到108年底 那個7月底 那勞務外包的有1700多人 增加到2100多人 我們的高達 就增幅 有沒有 23點多 那其中 外包人力最大的 造福人員是 1256個人 增加1523個人 高達增幅到高達21.26 那主要人員就是護理人員 就145個人增加到195個人 增加到34 30%非常不錯 也有增加兩成 那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外包人力顯然為農家 那個照護的主力對不對 是 有沒有道理 是 那這些人我看一下 那個工作的時間都不長耶 都沒有超過三年以上的人 並不多 數量留在農家的人也不多 像我看一下這個 超過三年的比例 護理人員 未滿三年的有125個人 那造福人員有906人 他的流動力是很大是不是 為什麼 就像委員在這上面所講的 他的薪資還是沒有辦法提到 他真的願意直接一直留任的這個原因 那個上一屆 你還沒有來 我問那個 就往處長 我說外面都四萬五 你們才三萬五 吸引不了什麼人來 另外一個就是 為什麼 北區的 造福人員一個月是三萬五千塊 預算也是這樣編的嘛 是不是 為什麼他們領不到三萬五 因為這中間有 因為我們這是勞務委外 他廠商他有管理費 還有他自己的一個營運的一個 一個基本的一個限度 所以說他實際給勞工的錢 是他的薪資加班費 跟他的福利 還有他的那個什麼 勞健保 只要領到三萬三千兩百塊 對不對 少了一千八百塊 那中南部也是這個樣子嗎 還是全國都是一樣 現在目前為止 我們所有農家都是一樣的 都是一樣的 那為什麼他們曾經說 北部只有這樣 中南部並沒有 為什麼 這個部分 我們也接到 你是不是要說明 我查了一下 是他在去年的時候 他們簽的約 那今年我們才調整 我們的這個薪資 為三萬五千五百 那在去年的時候 是三萬三千兩百塊錢 所以現在我們已經 用新約上去了 新約上去了 是的 沒問題了 是 什麼時候開始 我們現在 這個桃園地區 現在就已經在新約 在上網 大概什麼時候開始 它會溯及到新約的時候 從簽約以後 從簽約以後 簽約以後開始 所以我們意思說是 錄紀武當主任 還要前衣服 你看多久了你看看 這個那麼久 那時候我還幫他們 你們外面的那個廣場 的那個道路有沒有修復 我還幫他修 那現在是不行的 因為現在這個 以前的時代和現在是不行的 那時候我進去看的時候 那個農民是四個人 一間房間 那以前聽說高達六個八個 那現在是大概兩個人一間 是兩個人共用一個衛衣收備 但是是獨立的 獨立的 對兩個人共用一間 那獨立一個衛浴 兩個人共用一個衛浴 那這個房舍我看來也修了很多 有裝了電梯對不對 是 有進步了 無障礙空間也做了 還有一個就是屋頂有沒有 這個防漏的有沒有 也做了 但是這個 它的本質啊 它的殼 這個汽車一樣 這殼的把它翻新了 板金好了 但它的骨架是舊的 是老的 我們那個農家也是一樣 很多長輩跟我講 欸 這個還是以前 跟以前一樣 這個住起來還是感覺 這個怕怕的 這個老舊維屋啊 就像我們現在有一個 老舊翻新的 內政部營建署有沒有 維老條例 所長 你有沒有覺得 比較危險的有鑑定 你們有鑑定嗎 我也放心 這些房子全部都鑑定過 而且喔 有加強結構了 只要是 我有看資料 派府會是第一個 有沒有結構加強 全部完 就是完工的 一個單位 結構完 有沒有加強 完成 都完成檢驗 那你絕對都沒有問題了 是不是 那你是不是要跟這些長輩 坐在這邊絕對要放心 安心 是 一定要宣導 好不好 謝謝 謝謝 謝謝委員 謝謝 謝謝趙正寧 趙委員 處長請回 接下來請趙天寧 趙委員 好 謝謝主席 我們請我們的主委 好 請主委 就備訓台 主委您早 我們今天要想跟您就教的就是這個推動募病之戰型條例即將進行落日的這件事情的立法程序的關切齁 那我們有看到說這個在今年底它就是它的落日的期限 那國防部勞動部跟教育部其實已經陸陸續續完成銜接的立法 那這個退伏的部分在去年底也有暴行政院了齁 那這個事情因為牽涉到相當多這個榮民榮卷的權益齁 那這包括說最急的像榮卷水電費補助啦 榮民資訊補助 榮民創業輔導補助 中低收入榮民就學的生活補助等等 還不止這些相當多齁 那我可不可以先跟您這個了解一下就是說 目前的這個立法進度到底怎麼樣 是 下一位 各位委員 那這個部分我們初步有掌握到行政院對於我們送審的這個法案的意見 那我們正在做溝通 我們希望盡快的能夠完成 然後送審議玩具以後能夠送到立法院來 你講一下什麼時候就送去行政院 我們送行政院的時間是108年11月14號 對就去年11月嘛 那主要提起的就是說 因為看起來還有一年月 今年今年才剛開始 那我們立法院這邊民進黨黨團 執政黨黨團也宣誓說 反正行政院你送什麼來我們都當優先法案 防疫優先嘛 是 那所以他其他的法案都依緩計及 所以就是說 如同其他委員也有在垂巡的 我們對付一定要把這個當作最優先法案來送 是的 要不然會有狀況 我們來看下一頁齁 其中你看到說 我們目前的這一些 除了我剛念的左邊四項以外 右邊包括一般整所補助的榮民救醫的法源 穩定就業金貼的入法 企業金用榮民的獎勵法源 跟榮民救養專戶不受強制執行等等 都在這個法律裡面 所以這個東西的耽擱不只是說 我們前面講的比較急的預算 在明年恐怕就沒有法源可以編列預算 那右邊的這些是相關我們也 藉著這一次的整個長治九案的立法 要把它入法的也會當然沒有 所以這個其實是蠻著急的 那我們再看下一頁 那其中 因為你們剛才有在提到說 還在跟各部會還有行政院做最後的溝通 那我就去了解一下到底還卡在哪裡 因為這其實相對單純 為什麼要卡住呢 那其中包括像剛才也有委員提到說 榮民創業輔導與補助這件事情 那有的委員說 為什麼你的那個報告沒有寫啊 或怎麼樣 其實我有去跟你們調資料 那發現說 這部分過去有做 這用心是當然很好 可是成效真的值得長卻 我們看到說 這個105年106年107年 跟108年這四年 這四年裡面呢 我們有進行的這個 自願退役 退除役軍人 創業貸款利息補貼 的實際成效 我讓主委知道 因為這四年裡面 您也不是全部都在這個裡面 就讓您知道這個壓力 105年呢 總共申請更合發的人次 就確定有申請到這一個幫助的 17人 17人次 然後呢 106年是32人次 107年是19人次 108年是31人次 那平均呢 105年是13231 106年是10563 107年只有7,864 那108年是9935 一人一年 才補助都一萬塊上下而已 可是你拿這個補助之後 你就不能再申請其他的補助了 換言之 這就是杯水車薪 所以申請人也少 大部分有申請都會合發啦 但是就申請少 因為這個都是看得到 當然也吃得到 但是大家會覺得 沒有什麼效益 就是我為了拿那一萬塊錢 我可能會使得其他的補助 就不足 好那這個不足之後呢 才會變成是說 現在卡關 這個榮名榮卷福島補助這一塊 執行的層面有待商榷 所以我首先先就這一塊 想要請教一下 看主委還是其他的這個主管 就是說 有沒有在新的 法源在訂定的過程當中 也順便去提醒 有沒有可能加碼的可能性 或者是先前是暫行條例 你可以說是暫行 所以他的預算就少 那你真正入母法 要變成一個長治久安的法律以後 給榮名創業輔導跟補助的 這樣的一個創業的利息補貼 主委如果只有一萬塊 你應該也不會滿意吧 對不對 報告委員 我想回答 先回答有些創業的問題啊 因為創業它本身是面對挑戰跟風險 對 加上我們退除一官兵 在他離營之後 他對職場環境是陌生的 所以說他並不是 多數並不是會急於再創業 是 近三年來跟我們表達有創業意願的 就參加我們創業輔導跟研習 有2098個人 是 但是實質上 接受他自己進入創業行業的 只有104個人 所以他的比率是非常低的 對 那這104個人裡面 就其中提出這個利息貸款補貼的 也只有這三年合起來 就97個人 那我們自己認為啊 這個隨著整個大環境的改變 因為多數的人 進入軍中之後 他離營之後 可能他人生的第一桶金已經準備好了 所以我們預定在從今年開始 我們對於整個創業的課程 我們已經做了大普的調整 我們首先對於要求做一個創業特性的評量 將這個創業的研習 將創業的資能等等 我們都做了一個調整 同時我們將全案委託由中小企業 所以說由專業的顧問來辦理 我想這都是未來 我們在109年之後 我們會用改進的做法 嗯 是 所以您剛剛講的 還是在課程 更符合他需要上面去做調整 可是我覺得我自己 因為我也有很多的朋友 在我們這種年紀 四十幾歲 其實也開始進入到很多 就是開始進入到 退除疫官病的年紀 那他們其實 錢還是最實在的啊 所以 總之我今天不是要討論錢的部分 我只是要出現這個問題 要告訴主委說 你們現在卡關的這些點 因為你們現在正在跟行政院溝通 沒有錯 但是我們現在也不太想要被動的 只是停在這個地方 等你們把案子送過來 然後我們才審 那你們如果送不過來呢 如果一直卡關呢 因為我們其他的部位都審券了嘛 只剩在這個部分看起來 卡最多的應該是跟國防部是不是 所以我想在這個地方 鄭重的 用這樣的一個質詢的事情問主委 到底目前卡關在哪些地方 你們打算怎麼去解決它 有沒有什麼樣的更 積極有效的預期 什麼時候 我們立法院這邊可以看得到 你們把這個條例送過來 要不然一分一秒過去喔 這個我很擔心 今年沒有辦法完成立法耶 剛剛委員問一件事情 就是說你補助只補助一萬塊 這個感覺上好像太少 但是呢我們在 報出去好多的時間 他們都講為什麼要補助 都有這種聲音出現 所以像這些啊 都是我們在跟國防部 研討的中間的項目之一 那麼現在我們到底卡在哪裡 我們請承辦人啊 陳班的處長再來回答一下 報告委員要簡短報告 就是針對原來募兵制的 第五條跟第十一條的這個部分 其實行政院基本上沒有太大意見 其實委員剛剛都已經收集到這樣的資訊 主要卡在的就是就業穩定方案 因為這個部分涉及到法定給予的增加 所以主裁單位有一些意見 那我們副主委也會帶著我們去 溝通跟爭取 那希望到將來按照大院來的時候 能夠給予我們最大的支持 謝謝 好說穿了還是錢啦 就是之前現在是卡在說 如果以退府會為本位 我們要照顧退廚域官兵 而且變成建制化 那財主單位就會考慮到說 這該不該給 給多少的問題啦 那所以我就會見請主委說 可以把立法院至少國防委員會這邊 當作是你們的後盾跟協力單位 因為我們的大目標是希望募兵制要成功 那雖然募兵要成功 他在未來的退廚域的人生下半場 事業第二春他就要有保障 目標才成功嘛 那所以您從國防部也當國部長 現在在退府會當主委 剛好可以了解那整個 從上游到下游的部分 所以我最後一個問題想要 真的見請您就是說 可以把我們當作是您的友軍 在溝通的過程 不要自己以退府會自己一個小部會 去面對那麼多財主代入國防部 我們可以全力一起幫你們爭取支持啊 這也可以幫助國防部在募兵上面 得到很大的成效 那最後請您回答 謝謝委員 我把它整個的在鏈結起來 我們回去檢討 好謝謝 是 好 謝謝趙天林趙委員 來主委陳懷疑 接下來請廖婉如廖委員 請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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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一下 救養金今年提高了吧 是 提高了408塊 什麼時候開始發放 明月1號通過的 我想 可是現在很多人都跟我講 還沒收到啊 是我也有聽說到這樣的信 我們準備今年就5月發放了 今年1月通過的 5月1號就開始了 5月還是6月份開始發放 因為它核定的時間剛好是過年前 所以說我們過年後以後 我們預計3月1號就發放了 應該都已經入帳 然後我們的救養金 還有一部分是因為有一個加發 春節有加發零用金的錢 我們也會再做後續的處理 報文B 不是在這次3月1號發放 那個是後續 是 好 因為你那個公告之後 大家就覺得奇怪 那個從農曆年前公告到現在 怎麼一直沒有看到 那個救養金的 那個發放的資料 新的金額啦 好謝謝 主委我另外再請教一下 那個現在我們 會不會在高雄榮總 好像在屏東也設一個分院 對不對 已經開工了 我看資料是111年要完工啟用 那有多少床位 1200床位 1200床位 我們醫學中心的重症級的醫院 也是教學醫院嗎 是 也是齁 一定 一定是教學醫院 我們不希望只是一個弄一個門診 那好 我希望強化他的醫療 因為屏東市 屏東縣來講醫療非常的弱 所以我們希望說建構一個高雄榮總的福院 屏東福院的話 至少在最重要的觀光地區 恆春墾丁的話 要厚重 不要每次都要到高雄 至少屏東近一點點 所以不要到時候呢 剩一個分院 只有門診也只有床位 結果整個醫療設備還是跟一般的醫院沒有什麼差別的話 我想這個是沒有什麼作用的 謝謝 另外就是我在今天報告當中看到很多 從就業就養啦 就醫當中呢 你所有統計資料我是建議啦 不要寫什麼人次啊 那你多少人就多少人寫人次 一個人就業輔導也輔導了兩次 然後包括你說服務人員的仿視 也寫1397622人次 到底一個人去過幾次啊 你是數字給我們看好看的是不是 我想請問一下 這些人次是虛的東西 我舉一個例子來 現在在防疫工作啦 所有你的一些榮家也好 醫院也好 或者是一些相關的單位 如果類似於榮名榮眷 你有沒有協助他 口罩的問題 這些說真的都是老弱 尤其在屏東縣南部地區啦 很多都年紀大的 這些服務人員有幫他領口罩嗎 還是讓他推著榮椅 推著電動車去領口罩呢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 單身榮民 如果從疫區從大陸回來的話 他有沒有進行隔離 在哪裡隔離 那他的那個照護員啦 眷屬啦 有沒有協助他 如果一些單身的話 沒有眷屬怎麼辦 這些你們都有沒有準備好 報委員在榮家的部分 只要是單身 我們單身的住民伯伯 從疫區回來的話 我們會在榮家有一個單獨的隔離室 每一個榮家都有嗎 對 那有眷跟照護員 都是在他自己家在外 隔離完了以後 14天沒有症狀才能進入榮家 單身的話會在榮家裡面 會準備一間獨立的隔離室自主管理 OK好 那我剛剛提的另外就是 不要說單身的 有些年紀大的榮眷的話 如果要領口罩 服務人員能不能協助啊 可以 可以協助吧 那另外的問題 現在我看榮家到底有幾家 16所榮家 那你這邊很多說 取得衛服務部認證的15家 然後失智的現在 不是那個是高齡 高齡友善的認證 那個板橋榮家是到今年年底到期 他再繼續認證 因為他有一個奇效性 板橋榮家之前已經獲得認證 所以這個15所就是板橋沒有 板橋已經獲得認證 今年 他今年的期限到期 所以他今年又開始做後續的認證 其實16所榮家都已經經過認證 那去年是15所榮家再重新經過認證 OK 現在增加一些失智的床位 那我們屏東縣來講說真的 因為服務員遼闊從北 從高速將到滿洲的話 大概將近從開車的位置兩個半小時 那這些失智者越來越多 那榮家有沒有考慮把它納入 或者是現在的原來815現在是護理之家 有沒有可能把它改成失智的院區這樣子 增加失智床位 在榮家的部分 屏東縣本來就已經設置100床的失智床 現在我們要再增加高雄榮家96床 台南榮家50床 也就是南部的 我只要屏東就好 你講那麼多 南部榮家都有了 屏東有幾床 對112年以後 所有南部榮家 每一個榮家都有失智的床位 護理之家有沒有增加呢 都放在榮家而已嗎 護理之家有沒有 你屏東的護理之家 就是815原來815醫院現在改成護理之家嘛 會不會增實智床位 因為那比較市區啊 就在屏東市 您講的815醫院是屏東公館那個軍醫院嗎 對啊對啊 先是護理之家 這個是歸國防部的 不是我們退伍會的 那你護理之家是 你現在護理之家就是榮家而已 沒有那個屏東分院在榮泉那邊有 榮泉的護理之家 榮泉醫院的護理之家 對不起 好那另外最後一個問題我請教一下 現在你們的農場 是高雄農場 還是屏東農場 我們講高雄農場 那地點在哪裡 對點 上次我們才去過 是跟委員報告 我們高雄廠區啊 我們事實上是彰化農場的高雄廠區 位在美農 那屏東還有屏東分廠 在長治那邊 現在你看一個 你說高雄農場從哪裡啊 高雄農場現在位在美農 那另外我們還有一個屏東分廠 屏東分廠 現在整個都歸我們彰化農場下 對啊 為什麼一個農場 從彰化管到屏東來 我是覺得稍微修正一下嘛 是人力縮減還是怎麼回事齁 可以把它延伸到高雄農場做一個結合 甚至於延伸到屏東農場 我想 農委會 隊伍委員這裡呢 應該也要盡量來爭取 好不好 謝謝 茂林風景區嘛 謝謝 好 謝謝廖門 羅廖委員 來各位官員請回 主委請回 來接下來請陳焦華陳委員 請主委坐背訓台 請主委坐背訓台 陳委員長 耶 主委好 主委你知不知道有一個龍騎兵工廠 它在台南 知道嗎 那這個龍騎兵工廠有一個掩埋廠 是80年的時候 退府會提出的環評 那這個環評算是很舊的環評 不過今年呢 台南市政府已經把這個 歐心掩埋廠這個案子的水土保持計劃已經撤銷了 那環評呢還沒有撤銷 因為環評是退府會提出來的 那請問主委 是不是可以主動把這個環評撤銷 跟委員報告 有關於環評這個部分 因為它牽涉到整個在這個地方的開發行為 現在主要的開發廠商 是民營公司的歐心公司 那撤銷這件事情必須要跟歐心公司那邊協調 可是當年環評是這個退府會提出來的 那我補充說明就是環保團體 有提出這個當年退府會提出的環評 它沒有做編播穩定分析的調查 所以依法依環評法規這個報告是不合法的 不合規定的 所以在這裡是不是請主委 可不可以演你或者是檢討 來撤銷這個環評 我們回去這個研究了以後再來答覆委員 好 現在我可以馬上去答覆你說馬上撤銷 那再來就是針對退府會所經營的這個產業裡面 在嘉義的自來水保護區有一個這個新興水泥 那這個地方目前是有要轉做觀光水泥 但是呢因為它之前有這個焚燒廢輪胎啊 或者是它的這個營建廢棄物有未依規定做營運這樣子的這個處理嘛 所以是不是退府會在相關的這些企業能夠做更嚴謹的一些管理 不要再有這樣的發生 是的 我們會回去檢討 好 那再來我要談這個有關這個榮總 榮總這個部分呢 在這個紓困條例還有這個相關這個特別預算的這個編列上面 我們看到有一個問題 尤其是非常多的醫檢師跟本席來做陳情 好 那在榮總 榮總還有全台灣各個分院 有非常多的這個分院 那在這裡就是要提到就是有關醫檢師的部分 那醫檢師是負責做檢疫的 每一個這個武漢肺炎病毒的檢體要至少要大約3到4個小時 因為它要人工做前處理 但是我們看到防疫中心他們近日就是昨天前天有提出就是說 要調配院內的其他的相關的技術人員 再去做分擔這個非常專業非常危險的工作 那我本席認為這個措施是真的是很不妥的一個做處理 那這裡是不是要請榮總相關的這些醫院呢 針對醫檢師的未來要負擔非常多的這個篩檢工作 能夠再聘任更多的醫檢人員 然後提高他們的薪資 因為醫檢師的主管竟然不是醫檢的專業的人 有些醫院是牙醫師 有些醫院是醫師 但是他們在對醫檢師的這個福利的爭取呢 因為不是本行的 那現在除了這個部分有問題 我們希望榮總的相關的產業 相關的醫院能夠 因為榮總也是非常優秀的團隊 因為未來在這個檢疫檢驗部分 是要扮演非常吃重的角色 在醫檢師這邊的人力的增加 這個所謂危險基金的這個津貼的給予 危險津貼的給予 是不是能夠來做一個龍頭的一個表率 請回答 這個我覺得委員講的非常對 因為我們大家都講第一線工作的醫務人員 非常辛勞 但最重要的還是這些檢疫人員 他講說有一個錯誤 因為很危險 他們所做的事情 你不能去調派醫院裡面 他工作做完已經很累了 再叫他去做危險的工作 這個是非常不妥的 所以現在防疫中心在做這個決策 我覺得真的是很危險 所以是不是在這裡拜託 退府會這邊榮總這邊 能夠好好的來研你 如何來做這個人力的調配 是因為三個總院的院長都在這裡 我剛剛看到張院長在搖頭 我在想我們會盡速的要求 對我真的很擔心 因為這個醫檢師人力是很重要 那未來榮總是不是也可以率先讓醫檢部分的這個 這個Leader能夠是由醫檢專業的人來擔任 而不是由其他比較不了解醫檢的專業來擔任 好 是不是可以回答一下這個也很重要 我想我們非常重視醫檢師的這個安全 他是視同為第一線人員 所以我們已經有在規劃他們現在的一些加級 那也會用最安全的方法來保護他們 那至少以後的Leader可以由他們的專業的人來擔任 這個也可以考量檢討嗎 因為他們是一個很大的部 部下面有分科 科有包括病毒的科 那再跟本席來做說明報告嗎 可以嗎 謝謝 好 謝謝主委 謝謝各位 好 謝謝我們陳委員 來 主委請回 那接下來請楊瓊英楊委員 主席一本席想邀請主委 請主委做背訓台 主委你好 主委你在當任國防部長的時候呢 你在立法院曾經置評是100分的部長 那你現在擔任這個主委呢也正好滿了7個月 你還是一個100分的主委嗎 我想往這個100分去邁進 努力的去邁進 我現在是努力邁進 那就是很進步了 主委本席要請教 你三個月以來你覺得你最有感的政策是什麼 你也認為你最無力的政策是什麼 我最有感的政策是 當我提出一個計畫 譬如說我們三個榮總 要照顧榮院跟榮家 三個總醫院都一致的這個協調合作 目前已經看到成果 你看所有榮家醫生都沒有在缺 而且他們也補助了榮家醫療的能量 像超音波的檢查等等的 訓練圖還是超音波的檢查都已經 設備增加 對的 而且訓練的時候各個榮總的副院長都去親自 都努力 這個我們都非常清楚 那你認為你覺得你做到目前為止 你覺得你最無感的是什麼 我想現在 我講不出來最無感的 所以你還是朝向一百分的這個主委在邁進 我覺得我這個團隊非常的合作 非常的團結 好 那接下來本席要請教 行政院在106年的時候宣布呢 取消上校以上的 退有軍人的子女教育補助費 那當時你是國防部長 李祥宗先生是主委 你們合力去推動 那現在呢你是主委 你會不會繼續推動 我們在去年呢 11月18號就馬上 就報給行政院 希望能夠恢復 但是他們答覆回來的時候就是說 為了跟公教人員的橫平 目前還沒有在同 還沒有要我們再研究 那麼我們現在在想 我要講這句話是這樣子講的 當初如果這個案子 在立法院不會通過 或者不會有這個 一個行政的函到行政院 這個事情不會有發生 對啊 所以你現在是主委啊 這個就是你目前感到最無感的 所以政策性的問題就是主管的責任 是 本席勉勵 繼續推動 是的一定會的 因為公教跟我們是不一樣的 你要把這些詳識的背景去庶民清楚 去努力爭取 好不好 所以我在這邊加油 因為這個點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問你什麼是無感就是這個無感 因為做不來 但是我們一定做得來 要把所有的基本情境條件說明清楚 是 第三個本席要請教 所以現在呢 我做了一個統計 我會嚇一跳 老農民呢 我們的數量一直在減少 所以換句話說 中年人 中年農民的比例增加 從16%增長到33% 那所以他們的就養非常的 這就業非常的重要 就業我看到很多都是都去當保全 當然大家感覺也很好 只是說 我們在就業的這一塊 要怎麼樣去增長 怎麼樣去進步 如果尋以往 我看到我們所有全國的農民服務處 所拿出來的資料汗顏 我會流淚 因為就養不到什麼 就業不到什麼 就業不到什麼 這一個媒介的平台根本不夠 所以本席要建議 就業的平台 我們應該要開放式的 去跟民間的機構去結盟 這樣子的一個跳脫 才能夠有實際的成績 如果 我請部長 我還是喜歡陳寗部長 謝謝 而且主委您去調閱 所有我們農民服務處 的這一個就業的平台的一個成效 麻煩你調出來 是 那研議怎麼樣的方式來協助 好不好 好的 順便資料給本席 接下來 本席要請教 醫療作業基金現在剩多少 我請那個 醫療作業基金剩多少 三個農民服務那個農民醫院的院長 請你一架 醫療基金現在多少 這個我們有 剩餘多少 對 重慶 哦 這裡這麼大的事情你們答不出來 你要給你們主委農會喔 這是 只有三個總院跟各農民分院 是 所以說三個總院的基金合計起來 這兩年啊 都超過新台幣二十多億 我一则以洗 一则以忧 洗的是 当然你们去调解 所以剩余多 忧的是 怎么会剩那么多 因为现在的互并比 差那么多 那怎么可能会剩余这么多 我们当然相关的设备 刚才主委讲的 相关的设备 我们都有在ing进行室当中 因为我们这三个院是精致招牌 是全国的精致招牌 也是世界之光 是不是啊 主委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互并比多少你知道吗 我们今天龙总医院 不能拒绝病人 很多的区域心医院 他们做调配的时候 通通堆到龙总的急诊室 他们不能去拒收 那互并比多少你知道吗 请教 医学中心是1比9 我们呢 我们是7到8点1之间 都符合标准 超过了啦 不足啦 所以本期具体建议 依照我们的医疗法第46条的规定 比例的这个精神 他的这个言语重点要用在哪里呢 用在哪里 张美党你刚才有特别讲了 用在哪里 这个报告委员 这个互并比跟医并比是医院评鉴力非常重要的 对啊 如果不过这个评鉴就不过 46条医疗法的精神规定 你把你比例的言语重点要放在哪里 我想就是尽量的能够 放在哪里 哪个项目 医疗同仁能够让他们更好的环境 对啊 我特别请你说啊 因为你刚刚在上一个委员 答复你讲到这一点嘛 主委 依照医疗法第46条的精神 就是一定的比例盈于要放在员工 医务人员的福利 教育 甚至是提升 互并比 这个排列非常的重要 因为我们知道 年金改革造就很多人离开院 我们要面对实际这个问题 所以希望依照 我们的医疗法第46条的精神 请三个院去做调配 对不对 对的 我们一定会这样做 好 谢谢主委 好 谢谢我们的重音量委员 那三个院长还有主委请回 好 接下来请吴思怀委员 有请部长 我们请主委就背讯台 主委好 因为你是我的老长官 我习惯喊您部长 不可能 我想 今天的业务报告 还有那么多委员的质询 都看到对退附会 目前为止 有关防疫部分 三个总议院 还有农民之家的工作作为 是积极正面 而且是有成效的 是的 但是我在这边 特别要为老农民伯伯 请命 请看这个数据 和我们目前的整理资料 这一批平均八十多岁的老农民 他们在现役的时候是保卫台湾 他们退役之后是建设台湾 他们的余生 是奉献台湾 我们等一下有两张数据 来告诉国人 也提醒主委 跟所有退附会的官员要注意 请看一下他们的年龄分配 我想这是你们的资料 看一看八十岁以上 一万多人 九十岁以上 九千多人 一百岁以上的三百多人 我想很客观的 很感性的问主委 这些老农民伯伯 他的余命还有多少 虽然现在很多做法 已经做得算是相当周延了 但我希望能够做得更具体 我们再看下面一张图表 这些农民伯伯 他已经老了 没有生产能力 不能再为台湾建设 可是他这一生毕生的积蓄 捐给 农民融券基金 或者他亡雇之后 他的遗产 也冲到这个基金 有四亿多元 那么我想我在退伍之后 非常关心这些农民伯伯 我曾经协助一个 弗朗宾哥舞蹈团 连续七年 每年寻回各农民之家 去做公益演出 我陪同了三年 每一年的凋亡的层数 大概都是几千人 所以我希望 主委这边 能够除了现在已经做的 能够把他们终身奉献的国家 他们所捐出来这么多钱 更具体 更大比例的协助他们 在防疫这段时间 能够安度晚年 请主委简单说明一下 实际上委员曾经去过舞会荣家 带他们去表演 获得非常好的好评 那么委员这样的关切 我个人也有所感 刚刚您问我说 这些人他们还有多少余年 非常悲切的讲 越来越少 但是在这一个余年中间 我们退伍会 要尽最大的努力 要去帮助他们 协助他们 这个我给您做保证 谢谢主委 我希望能够做的是更具体 更有温度 让他们的尊严 荣誉 有所提升 有所感受 前几年发生这个红树株事件 我到荣家的时候 他们非常的难过 像这些部分 我也请辅导会 能够更努力 更具体的做 接着我想问第二个 我们许多退伍制度 是参考美军 那么美军的做法 跟我们国家略有不同 从军人入伍开始 一直到他退伍 到他进入坟墓 这是一个人从军 他的全家受贿 这是美国这十多年来 立了十几部法案 就是针对退伍军人 那相对我们这么多年 针对退伍军人 跟国防部之间的搭配 显然是有一些落差 尤其主委担任过 国防部部长 我想我们很简单 现在的法令是 国防部管现役军人 辅导会管退役军人 但是相对回过来看 后辈军人他退伍了 他是辅导会管 可是动员的时候 他又是国防部管 退伍会管不到这一段 所以我想 主委干过两个部会 是不是在这一方面 国防部跟退伍会之间 有很多东西 是可以协调 可以互相融通 包含前几年最热门的 年金改革这一部分 给委员报告 我们在上个月 已经找到国防部 11个单位 到我们退伍会来开会 我们商讨了14个议题 中间我们有达成很多项 这个就是像您讲的 我们退伍会应该 负更多的责任 当这些军人在服兵役的时候 无后顾之忧 退下来的第一天开始 就是我们退伍会 照顾的开始 所以我想 具体的我们 假如委员要资料 我们再提供给委员知道 您的定领 我们会努力去做 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的最好的朋友 美国人 从历任总统 对于军人的一种尊重 包含拿破仑 这些简单讲一句话 如果这个国家的军人 受到的尊重 还不如伤人 那么这个国家 是没有希望的 简单的说就是这个 那么国防部有他的责任 退伍会更有你的责任 因为他已经退伍了 那么他的荣誉 他的尊严 是因为牺牲了一生的青春岁月 为了保卫这个国家 建设这个国家 所以我觉得退伍会 应该把这一部分 当做一个重要的指标 让现役军人 愿意继续为国卖命 让年轻人 愿意继续来参与这个行业 因为他终身 是受到尊重 是有荣誉的 请主委在这方面 能够多费一点心 谢谢 我想给委员报告 我干一天 一定照您的指示 去努力一天 谢谢您的指示 谢谢主委 谢谢 好 谢谢吴思派 吴委员 来主委请回 接下来请洪孟凯 洪委员 主席谢谢 麻烦请 逢主委 请逢主委就背讯台 是主委你好 主委我想刚刚 延续 杨晓雲委员这边也有提到 及魏委员也共同关心 这个招取消的退伍中校 子女的教育补助金 上校 上校对不起 好谢谢 您看来您也念之在之 都是认为说 这个是要争取回来发放 对不对 我觉得这是极不公平的 是 那3月4号的时候 本期这边也看到了 我们那时候的副主委 也有来到立法院备选的时候 也讲说 520新任总统就职前 争取恢复发放 相信我们会达成 主委我想这是我们退府会 上下一心的意思吗 是的 好 那如果说这样的话 请教 到520之前 预计现在 3月嘛 4月5月 差不多两个月时间 有没有信心 一定说到做到 就如同刚刚您跟 所有委员的保证一样 520之前能够争取 这个子女 退伍中 上校的子女教育补助金 能够回复 有信心 但是没把握 主委 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报出去 好多次 都被行政院 人事总处 打回票 是 但是您认为说 这一个补助金 是不是应该要发放 当然是 是 那您在这一段时间 做的努力有哪些 这当然就是考验到 我们能了解 预算 政府预算 丙就是那么多嘛 可是一定有优先 顺性 轻重缓击 以及当用则用 当审则审 所以我们也要说啊 既然副主委已经在立法院 讲说 我们相信我们会达成 主委 这个也是您曾经承诺 恢复的 那如果说520到了 没有回复 怎么办呢 我想有机会了 我要跟总统 直接在面包这个事情 是 所以说 这是不是就是一个 信心跟态度的部分 主委 我想 我也非常尊重您 因为您之前也担任过 我们国防部部长 所以 我要说的是 本时要讲的是说 520前 就是一个具体的时间 具体的承诺 到目前还有两个多月的时间 我们退府会 大家应该共同努力来达成 但是如果说520真的到了 没有达成的话 那也需要有相关的人员 负相关的责任 是吗 是的 所以会怎么样负责 我们继续努力 主委 这样子就感觉有一点点 报告言 我不是敷衍你 是 我当国防部长之后 我才知道 掌管这些业务的 这些文官 对我们军 主委能不能 利用在立法院的时间 因为我想这也是 共同不分朝野 立法委员 共同关心的议题 我们也希望 能够给我们的军人 一个最基本的保障 也因此 我们想是说 这一个补助费用 如果520前 没有办法争取到 怎么样处置 您有什么负责任的做法 假如你说 我应该下台负责 我就下台 我没有提到这个部分 但是您提的 但是我听到有一个消息是 这个把它取消 是因为立法院 有一封信函 给行政院 行政院依据立法院的函 把它取消的 那现在是不是应该 立法院再去一个函 请它恢复 主委您是在大爆秘心吗 还是 这不是秘心 好来 主委这样子好不好 我们还是希望 退府会在这段时间 共同努力 因为还有两个月 我们现在还没有到 就是 这跟作战一样嘛 不占到最后一兵一卒 我们不轻言放弃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也希望 在这两个月过程当中 我们主委 以及全体上下 共同努力 来为我们 退伍的上校子女 教育补助费 来做一个争取 这样可以吗 报告委员 这孩子上课的 一共就2700多人 是 经费也不过是 1.6亿都不到 是 我们想会全力的争取 是 因为这一些孩子长大 还是为中华民国所用 是 主委 这一些话 您应该留着跟蔡总统讲 好不好 因为本席跟我们 所有立法院的委员 我相信大家都很支持 所以你把这一些话 原封不动 跟蔡总统报告 这样可以吗 是的 好来 主委 另外一个部分 我注意到说 这次的防疫期间 其实 疫情 我们的纾困条例 我们退府会是没有争取到任何的特别预算 不是没争取到 是我们没有争取 没有争取 我们自己有剩余的要缴回的 是 缴回款 但是主委 我又注意到 我们在退府会的这个编列预算 本年度比起上年度 在农民安养跟养护的相关预算里面 我们减少了3.2亿 今年的预算比去年减少了3.2亿 平均16处我们各地的农民之家少了2000万的预算来做使用 到底是过去的预算浮编的太多了 还是说真的现在状况 真的不需要那么多钱 是不是 当然这个预算可能不是在任内 因为这个是去年编列 那可能是上一任的这个主委的一个佳作 可是您接任之后 有没有觉得说这个减少的预算是让你有捉襟见肘的感觉 还是觉得说恰如其分 我请这个会计出场 来麻烦简单说明 报告委员 最主要会简列就是因为 那个农民安养给户 因为他少了2000多人 所以说这部分的话就少了大概4亿5亿 所以说我们实际上是增加了1亿2 所以说我们反而是农民安养给户是增加的 所以您是依照人数的部分来去做一个调配 对对对 那以往都没有这样吗 还是去年突然间这个人数减少 安养几乎我们都是依照人头 实际上是算多少就我们就变多少 是吗 所以每年都是重新检讨的 是 所以说每年都有简列的部分吗 就是看那个人数估计的情形 好 那我今天只是提出来 因为这个跟各个机关来讲 这个编列预算是相对来说 这个比较不同 那还是一样 本院本席本于当用则用当审则审的原则 但是钱预算都一定要花在刀口上 这样可以吗 谢谢委员的关心 是 谢谢主委 好 谢谢洪梦凯洪委员 来主委请回 各位观念请回 接下来请政天才政委员 主席各位委员 有请主任委员 好请我们方式欢迎黄主委 来主委好 这个你在国防部服务很久 既你了解后是你过去在部队的时候 原住民的军人职业军人 这个比例高不高 逐年的增长 像我们现在空军就有两位都是中将 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大家欣慰的地方 是 从这个从士官到卫官校官到当将官很少 这个我们比例基本上在这个校官以下 比例很高了 尤其是士官 尤其是士官 比例很高 你有没有发现你到退府会之后 或者是无论是退府会 或者是你们的农场 这个原住民的比例就非常低了 但是他们在外面工作找得非常的容易 我们军方真的对他们很好 像今年生了一位原住民 陆军上将徐焉普 我想我们绝对不会有歧视 或者是 不会 我没有说歧视 是是 我没有说歧视 我们尽量的照顾 这个原住民的将官 或是这方面我们过期一直在努力 是的 这个国家我们国家 这个国防部 或者是总统 立任的总统 也都会 这个是机会 我们有这个机会 就给我们 是 张这个将官 这个是给肯定 那现在 因为你现在是在退府会了 我是要跟这个 告诉这个 主任委员 是 我们在在意的职业军人 比例很高 比我们的原住民的人口比例 高很多 但是 退伍以后 这个退伍会所协助的就非常非常的少 这个部分请你能够努力 我回去继续了解 但是这个样的努力也不容易了 因为就是 现在也没什么切了 那现在你能够大大的努力的 这个退伍会 曾经在107年6月28号 在总统府的一个 所成立的原住民族历史正义 与转型正义委员会 做了报告 请问 这个处长你要说明是 好 报告之后有什么成果 跟委员报告 那次的会上面 我们特别有提报 有关于都兰林场的案子 那整个都兰林场 我们也透过整个修法 然后用行政委托 现在已经回到我们当地的都兰部落 去做一个委托经营的这个部分 这就是按照 完成了吗 已经去年就已经整个委托了 等一下 我们这个 我的协长 廖委员会做补充 是 好 这个我就不多说 是 这个事实上 我们退伍会 这个在我们原住民族第七 尤其是花莲台东 也就是台东农场 因为基本上花莲台东 就是我们原住民族人口 最多的两个县 这个土地 退伍会所使用的土地 非常非常的多 但是这个除了你讲台东农场之外 事实上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我们现在原住民族本来已经在使用的土地 我们已经在使用的土地 怎么样能够返还给原住民 因为我们都有法律的议计 这个主任委员 这个我们都有法律的议计 是 原基法第二十条第一项规定 政府承认原住民族土地的权利 政府承认原住民族土地的权利 延民会是更早 比这个原基法更早的时候 从台湾省政府 我当公务员的时候就开始 有所谓的公有土地增化边原住民保留地 这样的一个政策 这个是行政院所核定的 所以这个我们只要符合 行政院所规定的增化边原住民保留地 相关的这些规定 就应该要同意 其实就 就整个行政院所定的这个 原民会所定的公有土地增化边原住民保留地的审查 作业规范 退府会并不是同意前 实际上整个审查是由乡政司公所 然后只是请你们表示意见 请公有土地管理机关表示意见 然后就送到县政府 县政府还要送到中央人民会来审查 最后是行政院核定 这个程序是很严谨的 所以这个在整个过程当中 所有的公有土地管理机关就目前整个来做分析 国业财安署 这个配合的非常好 林务吉最近也不错 现在就是说退府会 这里面尤其是都是跟我们原住民族非常密切的关系 你们的成效是需要加油 我不要说很差 我说需要加油 所以这个部分请这个主委交办我们的处长 跟我们台东农场 台东农场 就台东市台东县跟花莲县 在手上还有的这些案子 过去没有同意的 把它找出来 做一个分析 其实不需要分析了 只要你们现在没有在做公务使用的 只要你们现在没有做公务使用 而原住民一直都在使用 只要符合行政院所核定 严民会所核定的 增化编保留地的规定的时间 以前他使用的 你就同意 我给你同意 知道你应该没有同意前 因为这本来是我们的土地 好不好主委 委员我们马上下去再办这个事 好不好 让我更了解 然后我来做决定 对我自己都自己开过协调会 107年年初的时候开过协调会 到现在 谢谢您的资长 没有什么成效 是 好不好 是 好 谢谢我们郑天才 政委员 来主委跟处长请回 接下来请我们廖国栋 国栋哥请咨询 谢谢主席 我们请主委 那个队伍会 好请队伍会 主委就配巡台 祝你在退伍会担任多久了 七个多月 七个多月了 是 我这样子问是 怕你不显手了 不知道一些细节的地方 是 是不是那个 農场的 台东农场的官僚也一起来好了 叫厂长嘛 我要延续刚刚 张委员 农场没有 厂长没有来 有处长来 厂长也可以 希望你都很熟悉 根据我在去年的时候 给你们要求的一个资料 国军退锤官兵辅导委员会 所属农场精管原住民乡镇土地的统计表 现在有大概三千笔的土地是在彰化跟南投 那么其他呢 有一万四千笔的土地都在花莲跟台东 有台东农场在管理 那么这些土地的比数 包括它的面积 花东所占的圆圆大雨 我刚刚讲的这个武林也好 福瘦山清静这些 远大雨 所以为什么我们长期的一直关心 贵会所属的这些农场 如何跟原住民 从早期的时候 是你们单独管理 到后来变成伙伴关系 到现在应该要陆陆续续的 要释出这些土地给当地的部落了 那么一万 西部的我就不问 关于花莲跟台东 台东农场精管的 这个一万四千笔的土地里面 在这几年 或者这最近的一年 有没有哪一块土地 是你们已经经过你们的处理以后 释出或者是合作 或者是让这个地方创生使用等等 你可以简单的叙述一下吗 跟委员报告 我们在去年等于是配合这个转型正义的 已经将我们整个都兰部落 都兰林场那边有四十公顷的土地 我们就是已经做一个行政委托给当地的部落 对 那以及它周遭的部分 整个都兰林场后面还有一块 也还蛮大 那个我们也已经变更非公用 缴回给国产署 那事后会不会请原住民委员会去做拨用 那原则上那个部分回到国产署就是由国产署 你们缴回的程序已经 对我们已经在都兰那个部分 我们已经都走完整个 不管是直接委托部落或者是变更非公用 我们都做了 所以那这个部落后山的那个土地 已经还要不要已经改归国产署了 对我们也已经变更非公用 缴回给国产署了 是 就整个都兰地区我们的目标就是 希望都能够回到这个它 其他要么是国产署 要么就其他部会 或者是所谓的部落使用 因为这一段我并没有熟知 因为去年刚刚都在忙选举 没有再注意到你们这个整个程序 我们会后再提供资料给委员 我现在就是要请你提供给我们 包括 目前你这14000多笔的土地里面 目前它的全署到底怎么可以移动 目前你们管理的 或者是已经剥交 或者是移交 甚至给原民会的 你做一个整理给我 不然每一次我们碰到这些问题的时候 我们都以为都还在 你们退伏会的手里 所以你们一直在背黑锅 但是你们要讲清楚说明白 因为去年2月1号 我还开过一次的协调会 关于都兰部落这个部分 为什么拿都兰部落来当做一个 典范也好 或者是样本也好 因为它是整个海岸现在最大的一个部落 而且我们非常有心 从我出任的立法委员里来 我们一直要求把整个后山 非常漂亮的一个土地 希望能够让这个部落来使用 但是一到现在为止都没有进度到这里 都十几年了 简单的讲那个地方 可能昨年也会晓得 早期我们有海防有山防 那个原来是部落的公共造成的一个土地 当山防需要土地的时候 而且是戒严时期 这个国军持枪来了 我们不让不行 就让给山防使用 后来山防也撤了 海防也撤了 那么在山防的部分 那一大块几十公顷的土地 后来是改归退府会 来管理做安置 安置荣民之用 那么这些荣民也一一的凋零了 现在都没有人了 是空旷的一个地方 当然这个中间 你们把这片土地租给永丰渔公司来造林 现在他造林 造林起也蛮了 他也不想砍伐 是该是还给部落的时候 那还有很多种 直接还 或者是先让原住民 这个部落先使用 那么是不是原民会要 要转播给他们 这个都是一个可能性 你把所有的目前 这个一万四千多笔的 花莲台东的状况 给我 另外一个 主委我要感谢你 这个过去 我们针对花莲的一个部落 叫做巴里亚老 那个是早期是原住民的部落所在 后来日本 这个日本政府来了以后 就把部落赶走了 所以原来住在那个地方的 这个民众 四散到 到复礼 甚至到了 我的辖区成功镇 到处都是他们的族民 好在我们在还我土地的 这个口号之后 他们纷纷说 他是他的这个 原来居住在那边 地方的后一 所以他们就组织了一个 类似部落的样态 要求把土地返还 那现在还在你们的经管当中 那个处长知道吗 我现在要的是 请你们友善对待他们 友善地对待他们 甚至协助他们辅导他们来经管 经营那个农场 大概他们现在承受了60公顷的土地 但是那个处长 我告诉你 做得很辛苦 他们做得很辛苦 因为每一个人只分个几分地 根本就不造成能够养活他们的 这个农产也好 或者是这个销售的这个状况也好 我一直要求农委会进入协助 但是到现在为止啊 旁边本来有一个农委会的农机中心 到现在也没有开始营运 所以那个土地 没有一个新的一个进展 是蛮可怜的 我现在只要一个友善的一个政策 你们现在是用那个 这个经管 你们叫做委托嘛 委托管理嘛 对不对 委托经营管理的一个要点 我觉得那个要点 对原住民不尽公平 不尽友善啊 你是拿那个土地啊 给原住民 但是你们的整个合约的内容啊 是在对付汉人一样 你不能用这个方式来对付原住民啊 不是对付 而是要友善的跟他们追 一个好朋友好邻居 是的我们签导改进 好 我答应您这样做 巴黎阿劳检讨 给我一个检讨报告 台东花年的所有金管土地 给我他现在目前的全署 好不好 好 谢谢廖国东廖委员 那我想我就请特服会 把委托的资料再提供 好 接下来我们请周春梅委员 周春梅委员 周春梅委员不在 陈明文委员 陈明文委员 陈明文委员不在 蔡逸宇委员 蔡逸宇委员 蔡逸宇委员不在 何欣存委员 何欣存委员 何欣存委员不在 孔文吉委员 孔文吉委员 孔文吉委员不在 刘四方委员 刘四方委员 刘四方委员不在 中嘉宾委员 中嘉宾委员 中嘉宾委员不在 葉菊蘭委員 可以更正 葉毅蘭委員 好 請 有請 現在主委 請我們換方主委 主委好 其實我剛剛在聽吳世懷委員 在報告榮民卑卑們 對中華民國的貢獻 我是非常感動的 現役的保衛國家 退役的建設國家 最後他們還把他們餘生 把生命都奉獻國家 所以我們對於這些榮民卑卑們 一定要好好的照顧 因此 因此 我特別關心的是我們現在在 榮民醫院還有榮家裡面 我們的防疫措施 是不是都有做好的準備 因為在目前 這個新冠肺炎的 國際間都在談 其實老人家是比較容易感染 然後看到我們80歲以上的榮民卑卑有 22000多個 還有300多個是百歲人瑞 所以不知道有沒有這個榮家 在這個住居 吃住上有沒有很好的分隔做法 避免群聚感染呢 我們把這個重點 非常好 我是居然養護處處長 負責服務榮家 我們榮家有16所 那我們分人跟物的管理 人的話我們就先管 在疫區回來的先疫區擴大 疫區回來的我們都有管制 回來的話單身的榮民 會在榮家裡面有獨立的隔離 的房間讓他自主管理 只要是有眷跟造福員 工作人員造福員跟工作人員的話 一定是在外 在他自己外面自己家 居家管理或隔離14天沒有症狀 才能讓他進入榮家 不好意思 因為我只有4分鐘 詳細的資料 我再麻煩您送給我辦公室 謝謝 但是接下來我比較關心的是 其實我覺得退府會 不只是照顧我們的榮民榮卑 包括我們這些退休的警察 還有這個消防警消 通通都是脫孤了都交給各位 那早在十幾年前 我們就開始有把那種 因公傷殘的就送到榮家去救養 但是去年因為小英總統 特別去照顧了警察消防 海巡空情人員有個醫療照護實施方案 裡面特別提到 經費的編列是分別 他上面特別講的是 比照國軍及榮民想優惠折扣等相關費用 是由國防部跟輔導櫃來負擔嘛 所以我特別感謝你們 但是既然比照了 我不知道我們到底這些警消海巡空情的 想有的想有的優惠有哪些 因為有警察 我們看到這位郭瑞章先生 他直接就到中華民國退休警察人員協會總會上面 去貼文就把他自己的實力就講出來 好像是並沒有並沒有比照 那不知道到底比照哪些 我們會裡面有沒有長官能夠答覆 報告委員 警消海巡目前還是在門診跟住院的醫療 那其他安養這個還沒有 所以住院的醫療都有比照軍人嗎 比照軍人跟榮民一樣 就是他們的部分負擔 掛號費這些是全面的 那住院的補貼 住院的話就是部分負擔 全部都不用講 OK好 這樣子我還是一樣 要請你們提供給我後續的補充的資料 再下一頁 我其實我今天特別來這邊登記 我是特別要感謝退府會 也不但照顧榮民榮眷 還幫我們照顧了我們的這個 退休警消海巡弟兄 其實我剛剛也聽到這個 主委您在回答其他的先進委員的質詢的時候 有特別特別提到 說你們還主動去召集部會 國防部開了很多會 那在上一次李文中副主委來報告的時候 那我們本黨的委員也提出說 希望能夠恢復那個退休上校的 上校教育補助費 教育補助費 所以主委這個是沒有問題的吧 我們報上去行政院有意見以後 我們正在做另外一份文準備再成 所以我希望主委一定還要再幫他們再努力 那我也希望我們這個朝野一同 因為國軍對我們國家的貢獻太大了 但是我更希望在這邊 我是希望您做好榜樣 泰林我們其他的部會 不但要照顧退休的那個退伍的軍人 這個也要我們警察能夠比照辦理 我們警察的退休這個子女教育補助費 因為全部警銷的不過是2.2億 所以如果您這邊能夠衝得過的話 我相信我們恢復這個警銷的子女教育補助費 就有希望了 所以還是非常感謝退伍會的長官 還有我們這個榮總的系統的各位院長們 謝謝你們 謝謝 是 謝謝委員的指導 好 謝謝藍委員 主委請回 接下來請邱智瑋邱委員 謝主委 封主委 請封主委就培訓台 高雄農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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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請高雄農總林院長 那請高雄農總林院長 主委員 無安 嘿 主委 無安 主委 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對中高三家農總 是一個醫學中心 那對不管是農民農眷 或者當地的這個醫療的服務非常重要 所以特別是高雄農總 這個高雄市民 或者是這個農民農眷的照顧 都非常的到位 那我們希望說 在三家農總 對高雄農總的部分 他肩負著新南向政策的任務 新南向有很多友邦需要我們的醫療合作 這部分我是不是請主委能夠協助高雄農總 有一個專案計劃 可以讓高雄農總能夠去開拓 新南向國家相關的醫療合作計劃 主委您的看法 我覺得非常正確 我們會努力 要有一個專案計劃 我也希望說院長 你能夠提一個專案計劃到這個會裡面 我想這個剛剛主委說了 他會全力支持 透過高雄農總的醫療能量 來拓展新南向這個國家的醫療合作 甚至說這個這個 新南向政策的執行 是的 我們會努力 另外目前轉投資有23家公司 院長請揮 23家公司裡面其中有15家是天然氣 就是瓦斯公司的 我看一下你們去年的整個營餘的狀況 大概有多少 處長 我們總共的營餘是36億多 我們按照持股比例 我們大概可以認列12點多億 12點45億嘛 是 所以這個12點45億我想大部分是來自於 天然氣公司的這個貢獻 是 所以你們最少的這個持股比例大概23% 對 新高的部分 是 目前油價大跌 當然會影響到天然氣的價格 是 那天然氣的價格 如果這個它的變動 當然條件對廠商的經營成本一定會 有所減緩 有所這個效果 因為現在這個 遇到這個武漢肺炎 各行各業百工百業都受到影響 所以 你這個收入沒辦法 人家一定要成本 要cost down 所以很多這個天然氣 都是它的生產成本 所以我們有15家的這個天然氣公司 可不可以用我們的董事 如果我們沒有董事長 總經理 但是我們有董事在習市場裡面 是不是可以請這個會裡面去協調 15家的這個天然氣公司 是不是在價格上面 在法律許可範分之下 能夠體恤這段期間廠商經營的困難 能夠速度調降 是 各位委員報告 就是說隨著這個石油價格 如果有下降 那天然氣有隨之下降的話 基本上 所有公司就是會跟著下降 因為它本來就是浮動的 天然氣本來就浮動 是啊 所以這時候你要發揮你關股的力量 是的 我們會這樣做 因為這個有壟斷的性質裡面 一個區域只有一家這個瓦斯公司 是壟斷性質 長期以來這個這個天然氣 它的價格一直是僵固性 不像油價 油價是做到這個國營會的監督 那天然氣的部分 我們因為退伍會 掌管15家的天然氣公司 所以你們價格有一定的影響力 是 我們會依據中油給我們的 我們來調整 這個主委 一個月之內 能不能針對 因應武漢肺炎 天然氣價格的調降 讓廠商能夠渡過難關 提出一個 一個一個 實施的方案跟計畫 一些月以內我想應該可以 我們去研究之後再給委員報告 好 謝謝 一個月以內提出一個報告 那另外 16家農家 這個主委 有沒有去過 呃 我除了雲林 沒有時間去之外 其他都去過 兩次 泱山也去過嗎 三次都不止 泱山也去過 榮家的床位 那我沒記歸說是8000多 那現在這個安養家養護家失智 失智比較少 失智未來可能失智人口會增加 對失智的需求強度會越來越強 所以除了一般農民農卷之外 一般民眾也可以入住農家 所以目前全國16所農家占房率 大概八成左右 還有20% 20%是多少呢 大概將近2000床 所以未來我希望說2000床 你不管可以安養養護之外 大部分是不是可以集中在失智的部分 因為我們有後勤的醫療 有失智的專業人員 有護理人員 所以這部分是不是可以增加 對失智照護的能量 我們可以考量略微的增加 但是不能夠突然間 把您所講的還有2000床 統統改成失智 當然不是啦 未來它的需求強度比較強的是失智 那你最起碼 你現在可以把它的佔房率把它提高 從八成提供到九成嘛 你在行政 顯示在那邊也是一個資源的一個 因為沒有妥算應用嘛 是 謝委員 那空床比較多的地方 大概有中部地區 因為有兩所農家 它空床會比較多 南部地區像台南 台南那個嘉義地區有三所農家 所以那邊空床比較多 但是岡山高雄的床位是比較齊的 我是以全55名的說岡山 所以說我們的失智除了502床有在做以外 那502床的分配 台南農家會增加50床 高雄農家會增加96床 這個蓋起來以後 所以有南部地區每所農家的床位都有失智床 所以那個部分的話 那個時候應該可以有充足的一些床位 你們不要忘了你們有失智計劃 你們是為何強調失智 因為你們有失智計劃 你們要增建失智的床位對不對 那預算給你們是多少 預算現在還在行政院快要合 那你們匡列多少 我們匡列匡列的話 這是你們中期計劃 在六所農家要增加500床 是 502床 對 那你們未來這個中神計劃 你們匡列多少錢 來增建這個失智的床位 是 這個詳細數目我會再下去再跟你們報告 那個你來這邊報告 你這個詳細的中神計劃 你應該倒背如流啊 是 這個我的床位我倒背如流 不是 你這總共匡列出口有經費 你在立法院不是 我們這個你的報告 我是從第一葉看到第二葉 一次都沒落過 是 那你如果都比我更不清楚的話 那你這個處長 先來答覆一下 中神計劃 你中神的計劃 這個非常失智計劃 是你中神的計劃 是 萬我園區 這個是非常大的關鍵 這個大家都要關注 我知道這在去年就已經報到行政院 那你報到行政院 那你報到行政院 我們業管的處長馬上來給你們報告 有計劃一定會有金額嘛 你賺錢 十一億 對嘛 這十一億不是小數目 不是一千一百萬 那缺人時間到了 所以這部分 我希望可以徵念說 其實他老年人口比較多的比例 那種鋼山農家 你現在集中在這個六所 對不對 你可把範圍再擴大 那我想辦法跟這個行政院 再爭取多一點經費 是的 所以鋼山農家 是不是這部分也能納入的考量 鋼山農家因為已經有一百床了 他現在是在台南農家跟高雄農家 他旁邊的高雄農家有九十六床 跟台南農家有五十床 好 謝謝 是 好 謝謝邱志偉邱議員 來 請回 好 那以登記質詢的委員出不在場外 已經已發言完畢 報告及巡答結束 那本日的會議由委員周春敏提出 宿命質詢 請列入紀錄並刊登空報 請相關單位以書面於兩週內回覆 那本日委員口頭諮詢 來不及回答或者要求補充資料者 也請相關單位以書面於兩週內提供 好 那如果在場沒有其他問題的話 那我主席宣布散會 你好 謝謝 辛苦了 不及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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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